各位好,歡迎來到Linus核心設計Linus核心實作課程 本週是第二週 在探討到第二週之前提醒大家就是我們每週都有對應的作業 然後這邊再錄一句話就是 蔡智奧博士的話 就是講這個 很多人其實怕說講話被笑 這不能怪各位,因為整個社會都弥漫這種風氣 但是這件事是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很多人擔心被笑 然後就不敢去記錄,不敢去分享你的想法 然後這樣問題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你在學行過程中可能花大量力氣在看別人怎麼想 然後就是想要追求一次就可以正確的回答 但是中間少了推導過程,中間也少要跟他人交流的機會 那我們在這門課呢,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嘗試去記錄你的想法 然後這件事很難啊 會說真的,大家從以前到現在可能都沒有被要求過 大家會被要求要正確回答 但是從來沒有想過說,我有一個基本的答覆 然後一點一滴把它變得更好 或是說我有一個基本的觀察 然後我透過跟他人的交流分享 然後我也可以持續的去提升 那我想後者呢,才是真正我們在工程上在做的事情 而不是說,追求那種 一開始就讓大家背誦最佳解 好,那我們在第二週的課程呢 還是圍繞在西元的層次設計 好,那注意到我就說 這邊講西元層次設計呢 我們就希望說大家是可以回到源頭 就是回到就是說西元的規格書 會讓大家了解到 為什麼你需要認真的理解西元的這個行為 那除了這個西元的規範以外呢 其實我們要知道說 包含編譯器啦 以及它對應的這個 Ultimizing Compiler這些的行為 這些其實對Linux核心有很大一大影響 因為Linux核心並不是說 只是一段程式碼 它是一系列程式碼集合 而且這個集合呢 一直在飛快地在突破 好,那就在本週 Linux核心6.2發布 那注意到我們今天不是在講6.2有什麼多神奇的事情 而是讓大家從本週提回到一件事 就是Linux Kernel的改版是非常之快的 好,我們來看看 就是說6.2版發布的時候 其實其他版本也會跟著發布 注意到這邊的網址 這邊的網址叫做Kernel.org 這邊講的Kernel.org 只包含Linux Kernel 因為Linux Kernel比較霸道一點 搶到這個網址 注意到,所以Kernel.org是講Linux核心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目前最新的穩定版叫做 最新的版本是叫6.2 你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個叫你下載的 好,那很有意思的地方 其實在6.2版發布的接近時間點 你可以看到說其實Linux核心 其實還有很多個不同版本 例如說 即便最新的骨幹版本 主幹版本我們就稱為叫Mainline 就是 我不確定這個正確的翻譯是什麼 那我要想一下 但是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翻譯這個骨幹 翻譯主線有點怪 就是 好,anyway 就是在我二十幾年前那時候 剛開始學Linux Kernel的時候 我的前輩告訴我這叫骨幹 主幹 然後我就跟著講這個詞 好,那你可以看到說 那麼事實上呢 最後一個穩定版呢 是在什麼 6.1.12 然後底下會有 若干的long turn 然後你可以看到 long turn 甚至有些已經跳到什麼 跳到305 就是我們把這個後面叫做 Revision 就是這個305就是Revision 就是一直在改版 那你可以看到說 5.4 5.10 4.19 4.14 都是所謂的叫做LTS Long Turn Support Long Turn Support Kernel 然後這些所謂的Long Turn Support Kernel 為什麼就是發不維護呢 然後你想 就是因為Linux Kernel 被大量的公司採用 這些公司有包含說 Mitsubishi HP IBM 這些世界一流的企業 那這些企業呢 他們要做商業應用的時候 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他們希望他們使用的Linux核心版本 可以持續的獲得更新 這什麼意思的更新 就是說 像這個 有安全的疑慮 或是說 某些Divine Driver 它可能 就是 比方說我們講 高通的這個 高通的那個晶片 那高通的晶片 在 顯然它在6.2版 會有個最新的版本 但是呢 這些廠商會希望 可能4.14的時候 高通的這個Divine Driver 也會有對應的這個 對應的這個 實作在 4.14 好 那所以 因為這些公司的需求 Linux基金會就跟這些公司談 好 所以要嘛呢 你們這公司呢 就出一點錢 就是 高通啦 然後 剛剛講那個 HP啦 然後IBM 反正有一大堆 你可以在那個 Linux基金會的這個網頁可以看得到 那這些公司呢 各自出一點錢之後呢 就來 支付 開發者的費用 那這些開發者就 會協助這些公司呢 把這個 呃 這些指定版本的 Linux基金的核心 作為這個 長久的發佈 那所以注意到喔 我們今天講 Linux基金其實有很 重的這個商業色彩 就是說 它不是只是一個 Open 你認識的Open source 我們在台灣很可能 因為你可能參加過 像這個 CostCup 你可能會覺得開放原始碼 是一個很高尚的行為 嗯 我不能說它不高尚啦 但就是說 高尚的行為只是一部分 那其實更多的時候是商業操作 以Linux核心來講的話 90%的開發者 都是全職的工程師 就來自 Rehead Google Microsoft 這些公司全職工程師 就是 他白天是拿 他就拿這些公司的薪水 這些開發者拿這些公司的薪水 然後 全職的投入Linux坑頭開發 那這些佔了90% 那剩下的一成呢 才是來自 個別的開發者 來自 可能一些學者 像我們學校這種單位 那還有一些 顧問公司 它可能就是 Linux核心是它其中一個業務 好 那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就是Linux核心呢 它就是反映整個 資訊科技的縮影 這就是 回應我在課程介紹 講到的事情 然後 那這些 Longer Support呢 也是什麼 反映這件事 就是說 只要這些公司 能夠 給予對應的這個 資本 就是 簡單 白畫面就是出錢 就這種有出錢的話 Linux kernel的開發者 會透過 Linux基金會的協調 去做這件事 那注意到底下有一個 很有意思的地方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是2月20日 好 然後Linux核心呢 在2月19日 發布 然後這個所謂Nest就是 從它名字大概猜出來 它就是講下一 下一板Linux kernel 那以這邊來推論的話呢 這就是在講什麼呢 在講6.3 就是你看到 6.2在 2月19日發布 然後呢 那個Nest這個分支呢 就是持續做下一板 那 同樣的狀況呢 如果我們要對Linux kernel做貢獻呢 其實呢不是針對這個Longer Longer Support 因為剛剛提過 這些其實都是透過Linux基金會 所指派的開發者去 去去維護 所以事實上我們要 如果要做貢獻的話 要針對這個Nest這個分支 好 我們再去看 然後呢 這個 反正你從現在就可以開始注意 這個Kano.org這個網站 那你就會看到 飛快的改版 反正你打開Kano.org 就看到一直這個改版 那我們預計呢在這個 18週結束的時候呢 會再回顧 很回顧本學期看到這個 版本的跳躍 那Linux核心呢 大概是每10到12週呢 就發佈個主版本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你到本學期 課的結束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6.3的出現 而且到時候可能在討論6.4 6.5之類的 然後呢注意到這個 不是只是一個數字而已 這個背後呢更動是很大的 當然你現在不具備了解 背後的這個修改的意義 好啦 怕你不相信我們打開來看 這邊的話就是這個 講 講Linux核心每個版本變更 那但是說真的喔 不要說程式嘛看不懂 你可能連它裡面的那個內容 都都看不懂 那講最後真的很傷的 但是說真的喔 這就是各位現在的困境 好 比方說你看喔 畫面中的看著 你看懂什麼字啊 你看懂那個Faster 你說搞屁啊 這個Faster我當然看得懂 欸 你有沒有發現除了Faster以外 其他字都看不懂對不對 好 這就是一個 大家知道困難點了吧 就是因為Linux核心的改版 其實它有很多不同的考量 例如呢這個改版呢 跟什麼東西有關呢 這個改版是跟安全有關 而且這個所謂安全的是 就是會跟硬體的行為 像這個Skylag Skylag是Intel 微架構的那個一個名稱 就像我們講那個 Intel的這個產品 比方說I5 I7 這個就是所謂品牌名稱 或者你可能有聽過 Intel Atom A-T-O-N 那這些都是所謂的品牌 但是真正的影響到 這個內部的設計 是所謂這種 我稱為叫Microarchitecture Microarchitecture 像這個 真的就講這個Microarchitecture 像這個Zian 這個東西都是什麼 都是 都是 品牌名稱 所以我們真的要看東西呢 是它裡面這個 什麼叫 Microarchitecture的名字 像這個 像Istack 這就是Intel這個Microarchitecture的名字 那當然在MD 它有對應的這個 Microarchitecture 好 總之這個的修改 其實我們需要蠻多力氣來解釋 這件事怎麼發生的 那也許我們會把它放在這個 我們的分組的專題裡面 來探討這種安全的議題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 Linus Kernel裡面有一個檔案系統 我們叫做BetaFS 注意到這個就是念Beta 就是BTR 你要念Beta 那這個就是BetaFS的改進 那一樣呢 你會發現裡面有很多關鍵字 你根本看不懂 那這個就是 請你放在心上 就是說 你現在的困境 不是看原始程式碼 看不懂的 就是為什麼要做這些修改 然後做這些修改 它其實背後反映的意義是什麼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在這門課呢 希望可以帶大家探討的 不是急著去看原始程式碼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 就是說 我們在講這個Linus核心的 內部行為之前 我們需要對這個相關的術語 相關的行為有定的認知 所以我們這邊有對應的這個講座 好 一樣呢 後面打信號表示有錄影 好 那 最後這個 這個 我希望我 行有餘力可以來 就是 來更新裡面內容 不過就是 有時候會受限於這個 時間 還有我的認知不足 所以沒辦法把這個教材 儘量推行 但是我希望呢 作為台灣唯一探討 核心最新技術的課程 我希望可以持續的再發布 好 然後呢 就像剛才可以看到的 其實呢 這個原始程式碼呢 這個規模呢 非常龐大 而且呢很麻煩的 就是你可能連修改的基督都 沒辦法看懂 而且更慘的地方 就算給你看到滿滿的註解 你可能自己會覺得文盲 注意到文盲不是罵人的話 就是我們在這門課 有時候我們會用一些詞 我希望這些詞 讓大家了解到你的限制 但是注意到不是在罵你的 就是文盲不是說你笨 而是說什麼呢 而是說 你沒要運用這工具 你知道就是 Linus Kernel 是匯集整個資訊科技 產業的開發者的心血結晶 但是你沒辦法運用 運用Linus Kernel 那這些就是很像文盲 你不會寫字的話 你就怎樣 你就只能靠口語跟別人說話 那所以你就沒辦法 跨越時空的限制 你沒辦法把話留給後人 然後你只能口味相傳 口味相傳的時候可能這樣 中間會出錯 會說你今天就是需要跟不同的城鎮 像我今天下午看了一部短片 就講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部電影 然後那部電影就在講奧匈帝國 當時奧匈帝國還在的時候 奧匈帝國跟英法聯織在對抗的時候 那裡面因為那時候通訊技術不好 所以就會有傳令兵 那就在AD2B的跑來跑去 那非常的苦 而且就是這樣的限制 那其實這個 而且為什麼他用這樣爬呢 因為覺得很荒謬 因為為什麼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奧匈帝國呢 境內是有非常多的不同民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 當時世界上有很多大的帝國 奧匈帝國就是其中一個 就是歐洲第二大的帝國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在當時奧匈帝國其實就充滿這種 就是因為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化 導致其實溝通是有困難的 所以這個傳令兵 其實他也要負責做翻譯 然後因為很多文字傳遞也有問題 反過來我們來看這個解釋 就是說今天在講Linus Kernel 其實對各位也是有一樣困境 你看下面就是一段程式碼 在這段程式碼前面都是大量的註解 然後這個講一個結構體 加Cash Info 但是尷尬那邊是什麼呢 你看它裡面的細節 你會發現它就算寫著註解 還是不知道在寫那麼貴 好 那勉強這個就看得懂 就是講Cash有Multi-Level 有Level1,Level2,Level3 那問題呢 那底下講這個Cohency 那到底跟Cash有什麼關係 然後底下講這個Physical Mind Partition 到底要講什麼 那這件事其實就是我們現在的困境 就是說 就算給你滿滿的程式碼 但是呢 你光是看註解就看不懂了 更別說他程式碼的行為 所以在這個講座裡面 不幸好自己打開這個 打開這個標頭檔來看 那我希望呢 就是說大家從這個過程中 能夠先了解作業熊的概念 那當然是注意到這個 大概大家在大學部的時候 有修這個作業系統概念 或者作業系統怎麼課 那但是通常那個時候只講概念 那我們這邊會講比這個 一般講的這個作業系統概念 再深入一點 我們還是講的比較單純 就是說希望 我就希望呢 我們可以講的更貼近那個 Linux核心 那所以呢這邊有些 觀點呢 或者是有些用法 可能會跟你在作業系統 概念 就是那個恐龍書那本內容 會有一些衝突 注意到這也不是誰對誰錯 那就是觀點不同 所以請你請你了解這件事 就是尤其有些同學呢 考研究考進來的 那就可能會去把某些這個 某些內容就覺得說 這個就是這麼一回事 但是注意到 包含恐龍書在內 你注意看 恐龍書的那個introsion 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不會去讀 但如果你手都讓你輸 自己翻一下 其實恐龍書自己承認 那只是恐龍書內容講的東西 只是其中的觀點 好 然後我們這邊會來探討這個 User Space Kernel Space 就是這種 這種 我們為什麼要去區分User跟Kernel 這樣的區分有什麼好處 然後還會去探討這個 Monolithic Kernel 還有這個Micro-Kernel 注意到 Micro-Kernel 可以把它翻譯成這個 維核心 那但是呢 不代表說你要把Monolithic Kernel 翻譯成聚核心 搞錯了 不要搞錯 Micro-Kernel把它翻譯成為核心 這沒什麼太大的爭議 因為像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念 就把它翻譯成為內核 不管是為核心也 為內核也 它是Micro-Kernel的主次翻譯 但是Monolithic Kernel 不能翻譯成巨核心 不能翻譯成巨大核心 這是悲劇 Monolithic是什麼意思呢 請你去查英文字典 English English Dictionary 用英語去解釋英文 那Monolithic Kernel 講到整體性 所以注意到 在真實世界的Monolithic Kernel 有可能會比較小 例如說到 我很久很久以前寫過一個小玩具吧 早看 能不能早知道 小玩具 像我以前做個 對這個 就是做一個小玩具 這個作業系統呢 它很小 它就是 它是一個小型的 Leo-Time Operating System 那本質上設計 它就是屬於Monolithic Kernel 也就是它是一整體的 那這個作業系統多大呢 大概就20K 就是那個 20個KB 反觀說呢 有的Micro Kernel是很大的 例如說那個Windows 注意到 Windows NT呢 它過去呢 也曾經是Micro Kernel 但是呢 Windows NT有多大呢 Windows NT的 Kernel 有20Mb 好 你看做一個對比 我剛剛講到 我自己寫了一個小型的 那個Monolithic Kernel 20K 但是 Microsoft Windows NT 竟然高達20Mb 這兩者差了1000倍 那請問誰大誰小 所以注意到 我們為什麼不能把Monolithic Kernel 翻譯成巨大核心 或是巨核心 就是 因為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Monolithic在於是一整體的 它把核心基礎的建設 都放在一整體的 所以你可以像我寫的Kernel一樣 做得很少事 它就很小 那Michael Kernel呢 著重的地方是什麼 是說 Kernel只做最關鍵的事情 不是那麼關鍵 或者說呢 甚至不會對 整個系統運作呢 有嚴重影響的話 就把它搬出去 盡量把它搬出去 這是Michael Kernel的想法 好 所以我們在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來探討這些這些這些 概念 一樣的這邊有錄影 所以請你咱們看這個錄影 好 然後 那我們這個過程會講一些故事 好 然後 那這邊的話要注意 就是講這個Concurrent 跟Concurrency 然後注意到這個 這個詞 在 在簡體把它翻譯成 叫做 把它翻譯並發 好吧 但是這個並行呢 其實在1970代就出現了 好 那為什麼要把它翻譯成並行呢 這個東西呢 要快速跟大家解釋 這個東西呢 是 一個很 嗯 好玩 為什麼沒登錄 好 這是 有 好 就是說呢 我們講這個詞彙 那注意到這個詞彙呢 其實 這是相對的 就是 我們還是要依循這個 我們所在的地區呢 來做什麼 來做討論 例如說我在 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念 我有在講課 那所以我在那邊就會用到辯詞 那我在這邊呢就提醒各位 就是要用 本地 不管你把這裡叫做中華民國 還是把這邊叫做中華民國台灣 或是台灣 總之就是 它就是一個本地 那本地的話就是 其實我們要了解這個 尊重前輩的秘錄欄理 然後理解它背後的考慮數 那Concurrency呢 在注意什麼事情呢 好 那注意到呢 這個 這個 如果你看那個詞點 中華民國教育部 重編 國語詞點呢 並發呢 是講同時發生 並行的是同時進行 注意這兩指不同 所以並發應該就講 並發就是 我這個時間點 然後有可能 就是 A跟B C D 同時發生 但是呢 並行就是講 同時進行 什麼叫同時進行 就是可能A跟B 本來它就已經存在了 只是呢 它靠過來了 所以會有交互影響 但是 各自呢怎樣 它可能就是 它建立的時間點不同 所以Concurrency呢 是講 並發呢還是並行呢 其實是講並行 就是同時進行的意思 然後呢這個 在禮記中中篇呢 又講這個 就是並行而不備 所以其實我們整個 在講Concurrency也好 講Concurrency也好 就是講 並行不備 然後注意到這個詞呢 在 這個 戰國時期就存在 這是一個非常古老詞 那所以注意到這個 當然注意到這個 這個翻譯沒有什麼對錯啦 因為就是你知道就是在 在中華民共和國境內 就比較 比較 你懂嗎 比較急躁一點 所以就是 對外面講就是有個詞 趕快能夠怎樣 能夠趕快用 那 不明所以 不明絕利就流傳了 但是忽略其他場景是否 連貫 那這樣的字呢 這樣的字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很多啦 比方這個什麼 Traverse就是這樣的東西 像這個Traverse呢 你為什麼不能把它翻成便利呢 因為事實上 便利這個字呢 在物理學就 就已經存在了 在統計學 物理學上它已經存在了 那說 我不是在做物理的東西 但是你很難保證說 你比方說我們在開發 Linus kernel Linus kernel會不會用到物理 廢話當然會用到啦 世界上一流的像那個Sent C-R-N 對不對 這個Sent 不是聖障聖 就是歐洲核子研究的組織 它裡面有大量的用到Linus 如果你有注意看我們的作業規範 我們的作業規範 甚至有引用到什麼 引用到Sent 開發的這個Scientific Linus 所以呢 物理學跟Linus 混在一起了 那只是說呢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理 畢竟它的這個 你知道嗎 就是它的這個 科技其實起步的比較慢 而且他們比較偏重某些領域 那這在台灣其實比較多元 我們有半導體 設計半導體製造 驗證封裝 那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 就比較窄 那就是 而且可能比較偏重那個 所謂的這個 Internet那部分 那所以導致說 他們很多詞彙 就為了要服務Internet 也不會去考慮到物理化學 反正對他們講 就是急著趕快把東西做出來 然後急著趕快996 然後把它燒完了 那就可以退休了 反正那邊就彌漫這種氣氛 所以導致很多翻譯詞 不會去 不會做什麼講究 這不能是講對錯 因為連命都沒有 我們不能太苛求他們 但是在台灣我希望大家認真想 就是我們其實這個文化延續 是很關鍵的事情 好 然後再回來看這個 好 那這邊的話 就是 這就是從我們第三週開始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就講這個 Concurrency 好 然後這邊我們會講到一個 很有趣的地方 叫做Folk Join的模式 Folk Join 然後 這個Folk Join在講什麼呢 就是說它其實是一個 模型 注意到 這個模型是在 那個1960年代 這個肯威 那個肯威博士他們的 他發展的東西就是講這個 講這個 講這個 講說 怎麼去設計一個多 和 多處理器的一個系統設計 那注意到這個是一個很 很酷的事情 就是人家想1960 1960年代呢 這些電腦科學家就開始來思考 多處理器的系統設計了 而且更酷的地方是什麼呢 Microsoft DOS什麼時候推出 1981年推出 它是單人 單工 單人單工的作業系統 然後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1965年的Martix UNIS前身的Martix 是多人多工 然後呢 Microsoft DOS呢 是針對單核處理器 所以你可以再歸納 就是Microsoft DOS是 單核 單人 單工 單核 1981年 然後呢 Martix是1965年 多人 多工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奇怪的是一件事 1965年推出的Martix 竟然比1981年推出的Microsoft DOS 來的先進 主要在電腦科學 很容易發生這種事 這也是為什麼要回顧 回顧科學 其實很多回顧這些文獻 不是新就比較好 所以再次我就強調就是說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典 人比較急躁 人就消耗性比較大 你聽到所謂的996就是一個消耗了 時間到就消耗 連老闆都被消耗了對不對 你看到馬雲就知道了 連老闆都被消耗了 所以那個基層員工根本就消耗了 他本身就是消耗品 所以對於消耗品 不需要講什麼文化 不需要講什麼對錯 所以你不需要去糾正一個中國人 他的這個翻譯怎樣 其實真的 他有沒有明天我們都不曉得 他在996會不會出事我們都不曉得 所以我們就是尊重他們的文化 好 那但是在這邊來講 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我們在這裡 其實電腦科學家 他很多時候是先發展複雜的東西 所以當時在1960代 電腦科學家就在思考 雖然那時候根本沒有真正多核處理器 根本不存在 就當時根本不存在 多核處理器 但是科學家就已經在思考 要用什麼模型去描述 那這邊就有個FolkJoin Folk的想法就是說 我有個機制 可以讓你建立一個多個 多個執行單元 那些多個執行單元裡面 他可以獨立的運作 也可以交互的運作 然後在另外一個時間點是Join一點 就是他會合 所以你這邊就是建立分岔 就像岔路一樣 建立各式各樣分岔 然後這個就是 就是那個會合點 FolkJoin模式 那這也是為什麼 在UNIS有一個系統物件叫Folk 其實這個Folk系統物件 就來自這個FolkJoin的模式 然後底下就跟講說 像這個Process之類的 這個術語 然後還有從這個 的論文 我們就幫大家知道一些要點 然後這個 他裡面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 他在1960代就提出這個Process 那值得一提的是什麼呢 這個Process在台灣 就是1960代末期就有一個對應的翻譯 就把它翻譯成形成 那注意到對面把它翻譯成進程 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大概是1980代1990代才有 也就是說台灣在1960代 就已經把它翻譯成這樣形成了 那對面把這個Process翻譯成 進程的是在80代90代的事情 所以其實有大差距 然後在Windows有一個很尷尬的狀況 Windows把這個Process把它翻譯成什麼呢 Microsoft Windows的繁體中文版呢 在1996年的時候 1994年的時候 把這個Process把它翻譯成程序 所以很多人會以為說 Process就是程序 注意到這兩者不一樣 就是其實我們如果講程序的話 在台灣講程序的話是講什麼 是講這個Persedial 因為我們要能夠區分Program 跟Persedial的差別 就是Program就是比較完整的東西 我們稱為Program 就是你寫了一個什麼 QuickSold的就是能夠去排序成績 排序成績的程式 我們就稱為叫Program 就是一個這樣的一個Program 它可以怎樣 可以做排序整年級學生的成績 那為了要寫這樣的一個Program 我們需要把它拆成指項目 指個若干的組成元件 我們把這樣的組成元件 稱為叫Procedure 所以主要這個是不同的東西 不要不要混用 所以這個Microsoft Windows 導致很多糟糕的發生 那這邊來講話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創舉 就是它設計一個多對多的映射 也就是說我們實體上的資源 可能是一個為處理器 或是多個為處理器 總之它上面有一個實體的資源 然後人們想做的事情很多 對不對我們講要做 剛剛提到排序 那我可能還需要一邊排序 一邊做人機處理 那我甚至還希望做網路通訊 所以以剛剛來講的話 我有排序程式 我有人機互動 我有電腦網路 那這三者都可以是行程 然後很有意思的地方 什麼叫Schedule Schedule就是建立這樣的一個 多對多映射的關係 就是Schedule 不要小看畫面這個部分 這個地方其實很完美的去解釋 什麼叫Procedure 那注意到這邊完美解釋 什麼時候出來 1960代就出來 但是很多人包含我在內 因為過去沒有花時間去閱讀經典 就是我小學開始寫程式 但是我就是走走停停這樣的 就是好玩 玩票性質 所以導致我當時被問到一些問題 比方說Schedule定義是什麼 那我就講的這個 就是講的很不完整 然後也就講的不太清楚 就我有優先權 然後我講有有有有有 執行不同的時間 但是事實上 Schedule定義就這麼簡單 就是一堆處理器 跟一堆行程之間的什麼 多對的映射關係 所以所謂的優先權也好 所謂的排序程策略也好 只是這樣的一個多對的映射之間的一個什麼 一個屬性而已 有的作業系統裡面 它完全沒有優先權的概念 然後你說這樣的東西可不可以用 可以用啊 而且可以拿來賣錢 你不相信對不對 給你看 然後比方說這個 這是我來成功大學教書 早期撰寫的原始程式 就跟學生一起來開發這個作業系統 這個作業系統就是一個針對 按個微控制器 開發一個作業系統 然後它就沒有優先權的概念 它就是 它就一步一步的建構 大概就只需要400行 然後這東西是有拿來賣錢的 為什麼可以拿來賣錢呢 這倒很簡單 因為有很多微控制器 它剛好只需要一個非常小型的作業系統 然後呢 因為這個授權很自由嘛 對不對 就是說在這邊來講話就是BSD授權 BSD授權就是 拜託不要把我名字塗掉 那你要拿去做什麼事我就不管你 拜託不要把我名字塗掉 其他你都拿去用 所以陸續就有一些公司跟我說 感謝貴校開發這東西讓我們可以用 然後之類的 然後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講 這其實是我跟學生的作業 我說那要不要做記轉 我說不用做記轉 那個是作業的嗎 什麼叫作業 作業就是一個學期 有很多作業的其中一個 這是一個小東西 只是沒想到小東西也可以拿來賣錢 然後拿來做商業應用 那後來有一個做火箭的單位 也拿這個東西拿來做火箭裡面控制系統 所以這個 這就是小東西也會有一些可能會有些大用途 但是注意到 這個就是講這個定義 所以請你了解到其實很多時候呢 我們應該是要回顧到經典 所以這是什麼 我們在這個課程裡面常常會跟大家講故事 其實除了講故以外 其實更希望跟大家去強調的地方是什麼 其實早就有定義了 早就有很明確的東西 那為什麼你看了第二手 第三手 第四手 第五手 你看了一堆糟糕的東西 然後發現怎樣 發現更明顯的東西 但是其實第一手資料就講得清清楚楚 1960年代 另外電腦科技學校就把這件事 就是concurrency講得很清楚 怎麼去設計一個模型 Folk joint模型 那怎麼去定義說我們要處理的 就是我們怎麼去設計一個最小的一個執行的單元 好 那這件事呢 在我們後續還會再跟大家呼應 然後接著我們來介紹一本很酷的書 那我也是因為這本書的獲得啟發 然後我就 我也決定我寫我自己的書 就是講這個 本學期你應該會看到兩本書吧 就是 一本是這個 就是解析Linus的CPU Schedule 然後另外一本會探討這個 會探討 會探討這個 concurrency 就是本學期應該會拿到兩本書 那這兩本書都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那我還在試著撰寫 但是我的承諾是一樣的 就是說 我希望比照這一本書 注意到這本書很酷 就是它不只品質很好 而且它是可以自由下載的 然後這本書呢 它的作者有兩位 那你會發現它的last stand是一樣的 他們是夫妻檔 那這個 這個夫妻檔的教授呢 都認知在威斯康辛大學 然後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理念 就是說他們認為教課書呢 應該要可以去免費自由的下載 然後避免學生呢 為了要學習 computer science 導致什麼 導致要盜版 避免學生呢 因為怎樣 因為買不起這些書籍呢 總是怎樣 總是看第二首第三首的資料 那其實要 因為電腦科學就是要著重在很新的這個發展 所以我們應該把最新的知識揭露出來 而且呢 就算呢 書本可以自由下載 那原作者還是可以賺到錢 反正他有講一些案例 那我也是深作這本書的啟發 所以我也打算來寫這個 寫電腦的書 好 那總之就是說 在這邊來講話呢 他就很有意思 就是說 他就講說呢 他講說呢 就是 我們會聽到很多詞啊 像是虛擬話 對不對 就virtualization 或者它對應的動詞叫virtualize 那其實這個東西呢 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什麼 就是做一個對應關係 對吧 就說你看到 我原本呢 電腦上呢 只有一個作業系統 那我透過虛擬話呢 我可以執行多個作業系統 然後呢 這個多個作業系統呢 本質上它會依循一個很重要的手段 叫做分時多工 那這個英文叫做time sharing 那事實上呢 在UNIS第一篇的論文 The UNIS Time Sharing System 就是提到這件事啊 那這篇論文是1974年發表 但是1973年就寫好了 那其實就是講這個分時多工 那最要分時多工就是一個一個手段 這個手段讓你覺得好像有什麼 好像有很多處理器 所以這個叫什麼 The Illusion of many cores Many CPUs 對不對 就是說 就是其實這個 process就是什麼 就是創造一個假象 你好像覺得很多 process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電腦科學家把 process 叫做 process 為什麼 他就是故意的 為什麼這個字跟CPU的處理器 名字很像 裡面翻聽 名字很像 注意到這不是巧合的嗎 這叫故意 因為CPU的處理器叫做 process 正確的說法叫 更精準的說法叫 Micro-Processor 因為Processor其實用這個字 出現多次嘛 比方說文字處理器也叫 也叫Processor 但是我們這邊講的是什麼 Micro-Processor 這個就是明確的講 就講那個CPU 然後呢 Process就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虛擬 就是一個虛擬的對應 所以它就是創造出一個假象 這個假象是什麼 有好多個不同的什麼 Processor 所以Process 就是Processor的一個什麼 一個一個一個 創造出的一個假象 那這假象的這個提供者呢 就是作為系統 或是可能會發生說hypervised 這樣的事情 那底下後面講那個 Micro-Kernel跟Modific-Kernel 底下有些探討請你花點時間看 那還有一些就是 混合這兩者 就是混合Micro-Kernel跟Modific-Kernel 我們這種叫Hybrid-Kernel Linus Tobias對這件事頗有為詞 它認為很多是PR PR就是公關 公關行銷的事情 它不論說這是什麼技術上的創新 好 那接著我們來講那個 講那個 Edge Space 那這個Edge Space 注意到 Edge Space往往它要能夠有效 它需要硬體的支援 注意到 就是我們在作為系統來講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然後把它實作出來 但是不管怎麼實作呢 基本上都需要硬體的協助 那有效的這個 有效的機制呢 能夠去區分這個 User Space跟Kernel Space 需要硬體的提供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這個東西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 如果你對軍事比較好奇的話 就是軍事電影我每週都會看 就是 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開戰 所以早點看 早點看一下要做什麼事 然後你可以看到 在軍事裡面有一個詞叫DMD 然後這個DMD就是這個字的簡稱 那像北韓跟南韓 北韓跟南韓之間他們有簽署停戰協議 但是沒有簽署 這個沒有簽署中戰協議 所以技術上來說的話呢 其實 就是以嚴格來說的話 其實這個北韓跟南韓還是在戰爭的階段 這是現在的吧 現在沒有大規模戰爭 零星戰爭其實 其實每年或多或少都有 然後你可以想 像那個南北韓中間那個像板門店 你看板門店就是一個熱鬧的地方 然後就是 不是板門店 就是說38度線 我講到什麼板門店 就是講那個38度線 就是它大致的區分 注意到它不是照38度線精準的話 你會看到南北韓那個區域 它其實會這樣子 那很複雜 因為雙方在停戰的協議的時候 大家對相遇的認知不同 總之你可以想說 我們今天之所以區分 KernelMode跟UserMode 其實是怎樣 是處理器會提供的機制 那個機制最主要的事情 就是提供什麼 叫做Isolation 所以我們就是說 我們把User跟Kernel區分開來的話 這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Kernel在運作過程中 只要他自己不要損壞到自己的話 他終究可以持續的提供服務 反之在UserSpace 它是一個可能會重新配置機體 或是可能會去銷毀 就是Kernel會依據不同的情境 去銷毀特定的內容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會涉及到一些非一起的破壞 但是呢 只要你有這樣的一個Isolation 由硬體提供 硬體提供Isolation機制 然後呢 作業系統的設計本身 能夠去運用硬體的機制 就可以創造這樣的一個系統 但是中間一定會有一個DNZ 就是說呢 這兩者一定還可以溝通 它並不會說老死不相往來 相反的 Kernel的Kernel Level跟User Level 其實兩者會交互的 頻繁的做互動 這也是我們後面會有 後面有個講座 就講這個 講那個什麼 講那個Process 然後會有對應的那個講座 就是這個 不只是執行單元的Process 然後 那底下還會講那個中段 那注意到呢 過去呢 大家學這個 不管是學計算機組織 還是作業系統的時候 中段通常沒有 不會講太多 但是注意到 在Linz-Kernel呢 中段是非常之重要的事情 而且這件事呢 跟現代處理器的設計 有很大的觀念 所以這些區 會希望多花一點時間 跟大家介紹這個中段處理 那為什麼通常呢 大學的課程呢 不太講一個中段處理 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 考試不好考 對不對 就是 考試不好考的東西呢 就 就 不會出題嘛 不會出的東西 就不能教嘛 教的話就被學生抗議 對不對 就是有時候看那個教學評鑑 不管 不管看我來看其他老師的教學評鑑 有時候看看都會心寒 對不對 就是 唉 有個老師說呢 有個學生就講老師啊 說呢 老師講的東西呢 沒有全部都會在考試上出 那廢話 你在講什麼廢話 然後 最乾的不是這句話 最乾的就是後面講什麼 好 耽誤了我的寶貴時間 哇天啊 耽誤了寶貴時間 你是繳多少學費啊 對不對 真是 有時候看他這種教學評鑑 真是 吐血啊 嗯 對啊 那 就如果是私立大學再說啊 對不對 你私立大學 你為了要拿到這個學位 可能出了一根柱子 出了兩根柱子的錢 然後再說 對不對 你讀國立大學講多少錢 拜託啊 好 那 但是呢 請你了解到啊 就是說這個 中斷處理呢 其實它的影響在哪裡呢 中斷處理並不是致命上那個意思而已 並不是說 我城市執行了一段 然後被打斷了 然後跳到 某一段城市碼去執行 不是那麼單純啊 因為這件事呢 跟這個虛擬化 還有多核處理器有很大影響 那我們在這學期呢 希望可以多探討這個多核處理器 還有這個虛擬化 那注意到這個東西呢 在這個年代也是一個基本款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從你用的Apple Watch 從你用的iPhone 從你用到這個 甚至家裡的路由器 其實他們 絕大多數都是多核的 所以呢 這個就是你不得不學的 你每天碰到東西 大部分都是多核的 對吧 那你對 但是你對他們又 又網路怎樣 零知識一樣 對不對 然後你擺在你的錢 就像個文盲一樣 只能發呆 這個就是一個 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呢 可以來探討這個部分 這個有對應的一個講座 然後呢 如果我們不講那個 CPU Schedule 其實這個資訊系統 是存在很多不同的排程器 這些排程器 就像前面講的 它都是做對應關係 比方說像有個程式 這個東西用在這個 它最早是發源 這個Evison 用在電信領域 用很多 因為Evison本身就是一個 電信的巨頭 那這個東西要做什麼 就是Evison 它有Process 那可能有Stray 會做對應 然後或者說呢 Web Server 像這個NGX Web Server 我們之後上課也會提到 然後呢 你可以講說這個 網路的連線這些Connection 這些Request 跟對應的Process 或是Occation之間做的對應 這也是一個排程器 然後呢 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的Hypervisor 就是這樣子 講這個Virtual Machine 跟實體引體之間的對應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 一個印射關係 所以注意到呢 就是我們今天講這些東西 講這些概念 其實就是 不是只是講名詞解釋 我希望大家可以 對應到一個真實系統的運作 當然更明確地講 就是對應到Linus 那此外呢 即時處理的是 很關鍵的事情 講那個RealTime 然後 然後 我們還要講這個Scape It 那這個 你看韓國瑜會很想知道對不對 就講棋子還是塞子 韓國瑜的那個 他的演講給我很大的啟發 所以我們就會 後面會用 而且這個 有時候有些好處嘛 就是 你知道有些 有些網站 會來搬運 搬運我們的內容 那如果他不小心 搬運過程中 不小心發現什麼 他不小心發現有 有蔣介石先生 有韓國瑜先生 那搬運的時候會出點問題 對不對 這就可以防止搬運的一個小技巧 好 然後我們這邊講這個Scape It 我們其實在課程第一週 就是我們在第一週那個課程介紹 其實有講這個Scape It 還記得Linked List對不對 在多核處理器 你可能寫出來的系統是什麼 是 你沒有多加思索 多加規劃的時候呢 你可能就是 隨著硬體規模的擴增 你能夠 單位時間能夠做的事情 永遠是固定的 因為你沒有想到這個多核的存在 但是呢 如果你可以想到多核的存在 然後針對這件事去做調整的話 你有機會隨著硬體的成長 而比例性的成長 注意到這個東西 重點是比例 這個比例可能是線性的 也可能是一看線性 然後過段時間就崩塌 這都可能發生 那利斯科總非常重視這件事 我們休息一下 休息到兩棟兩棟 兩棟兩棟 缺席怎麼辦呢? 缺席就看錄影嘛 就是找一下應該找得到錄影 什麼叫review 會聊天紀錄啊?同學 你查一下什麼review的英文意思是什麼 看一下 你在這個聊天室 問問題話也可以啦 但是就是 短問短答 如果你想要回答比較多的 問比較多的 就像什麼程式碼的話 你就要用討論區啦 我們討論區不好用啦 但是請大家加緊用啦 等我找到比較合適 再更換吧 好 那我們剛才在休息之前呢 提到的就是這個作業系統的概念 那就是請你從現在開始有點 基礎的認知 然後 今天呢 我們要來講更多 更多更細的議題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是 我想大家提醒大家 就我們不管講作業系統啦 講編譯器啦 然後講這個 甚至像資料庫呢 這些東西都是 可以歸類在系統軟體的一環 那在這過程中呢 就會有一些設計的思維 這張圖應該有看過吧 就是講的是什麼 講說這個 呃 隱身這個 馬斯洛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講這個三角形對不對 最頂層的是自我實現 好 那你可以想說 我們把這件事把它替換成這個 呃 替換成軟體開發 好 那就可以看到說從這個 正確 安全 可毒 優雅 然後來可以利他 那當然就是在我們這件事上的時候 有提到就是 其實絕大多數的台灣工程師還是在這一層 主要這不可耻啊 怎麼這是 環境受限 你想 一個 一個Google的優秀工程師來到我們台灣的企業工作 能夠不跳樓就不錯了 都 都是 就是 真的是不同的場景 所以不是說 呃 台灣工程師只能在這一層就覺得台灣工程很差 是啊 台灣工程可以在最後一刻給你產出東西 對不對 你看 你學生階段每天都在做這個試驗對不對 就 考驗你心臟的能力對不對 就是明明這個作業呢 就是他有一個月的時間可以做 但是你就是要最後一個月 最後一天才開始寫 但多半的時候還是寫得出來 所以這個沒什麼對錯的 就是台灣工程師就使用 把他壓到什麼 壓到最後一刻然後大爆發 然後就沒力了 這 然後拿一個22K然後就結案了 對吧 這是台灣工程師的一個風格 那所以台灣是風格 然後就有台灣 台灣的總管 對吧 這沒有什麼對錯 但是呢如果說真的要做一個 可永續的持久的開發 那其實我們就要把這件事認真的去思考 好 所以在這邊的講話 你要認真思考就是什麼呢 就是 21世紀的軟體開發 都規模化 不是有就好 要可以持續演化 就像我們這個資源跟課堂上跟大家講 就是你git commit log commit message 不要寫那個 不要寫什麼finish 為什麼 因為finish就是你真的做完才要finish 對不對 你只是做個東西 比方說你去實做什麼 你去實做一個quick story 算法 那你比如說 你可以什麼 attempt to implement 什麼東西這樣 對不對 然後呢後續要幹嘛 要改進啊對不對 然後呢 就算功能不改的話呢 程式碼的介面啊 程式碼的這個 連接的方式啊 各個模組之間的聯繫方式呢 這個就是 重構 也就是refactoring的一環 那當然這個中間還要做code review 那這個我想這個是 我們在課程中要特別 特別強調的 因為畢竟Linus kernel呢 能夠發展至今呢 其實不是一直加新功能 往往呢 Linus kernel會把 沒有在維護了舊的層次碼 把它搬出 把它移走 然後呢 但是讓Linus kernel 時刻刻在做的事情就是 持續演化 重構 然後各式各樣的code review 然後呢 這邊就是一個 就像這個標題看到的事情嘛 你給一個cylinder 就是一個圓柱體 圓柱體呢 在不同的角度呢 不同的投影呢 可能會看到不同的東西 對不對 你從這邊投影的話呢 那就看到一個什麼 看到一個圓形 然後呢 你這個cylinder 從這邊投影的話 你看到一個什麼 square 所以你可以說呢 square是真相 也可以說circle是真相 總之 這兩者都是什麼 都是真相 那說 那怎麼可能 又是圓又是方的 就會啊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很可能 只有二維的角度去思考 對不對 但是cylinder是什麼 cylinder是三維的 對吧 這就是其實一個很大的問題啊 那我有時候上課會講另外一個例子啊 就講說這個 給你一個什麼 插座 對不對 不是插頭啊 是插座 然後問你插座 問你說呢 這個插座呢 上面是正極還是下面是正極 那就 那就開始說 欸對 上面是正極還是下面是正極 但是這個很難回答啊 因為它是交流店 對不對 所以你要回答什麼 喔 它六十分之一的機率是什麼 六十一分之一是這樣 六十分之一的機率是什麼 然後就是要看它是在什麼範圍 甚至有可能怎樣 一瞬間可能怎樣 可能是沒電的 這是看你的那個 看你的那個 變 的 鍋形的電 對吧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呢 以前呢 以前有很多機制是會有效率的 但是現在來講的話 不見得會有效率 好 例如呢 大家都知道這台台灣在硬體的製造 是有一定的規模 當然是呢 台灣的過去很多製造 或是所謂很多硬體呢 其實它是在運算能力相對低的年代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喔 就是那個計算機 計算機 計算機 哎呀 剛好女兒拿去玩呢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就是那個計算器對不對 就是可以按 東按西按那個計算器 那個計算器呢 其實它那個 滿便宜的對不對 就是你去隨便去書店買一個計算器 大概台幣大概一兩百塊就可以買得到 對不對 就是一整台 然後你要知道那個計算器裡面呢 其實它也有的嘛 它也有一個微處理器 而且那個微處理器呢 非常之便宜 然後甚至它裡面用四位元的 欸對你有沒有聽說 四位元的處理器 為什麼 因為就便宜嘛 然後呢 以前那個年代呢 其實有很多很厲害的方法 去針對這種 在四位元上可以做加減成熟 還可以做sign cos 就是在台灣有很多這個 資訊科技的前輩 他們花很多力氣做這件事 但是注意到 那個年代呢 做這些最佳化的策略呢 有很多是用那個 近視法 或是查表法 來代替計算 那但是 這件事呢 在現代的處理器呢 反而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現代處理器呢 時脈提高了 所以其實更大的問題是什麼 如果我需要大量的查表呢 其實反而會慢 在現在的處理器有很多時候呢 要加快的 的技巧是什麼 是減少機體的存取 所以你看到 在 在古老的電腦時代 或是舊的PC的時代 就是 因為做 乘法 的運算很慢 所以呢 就是 我就先把 乘法先算好 然後去查表 因為那時候 CPU做運算 跟CPU做 機體的這個存取 其實這兩者的速度差不多 都是慢 所以就是 CPU慢 機體 主機體慢 那後來CPU的速度呢 遠超過 主機體 所以呢 這個背景是什麼 如果你用過去的查表法呢 反而會慢 而且不是慢一點 是慢很多 然後 這件事呢 就很大問題 所以就是 導致呢 就開始去思考說 怎麼去降低機器的存取啊 然後 怎麼去散用cash 所以這就是 完全完全的不同的思維 那在Linus kernel 有大量這個議題 那底下有一些說明 請你 請你看一下 然後再來是說呢 我們中間過程中 可能會遇到一些 一些手段 像這邊介紹這個 Bron filter 在Linus kernel也有 也有 若干的範例 會有這個Bron filter 雖然我們這個課 有時候跟你講一些資料結構 但它其實不是什麼新東西啊 因為可能在 教會書都有看到 只是說通常考試不考 你知道 考試不考我們不能教嘛 教會被學人罵 但是不代表說 你應該只學考試會考的 像Bron filter呢 會解決一個很酷的問題 就是說呢 給你一個很大的一個資料集 然後呢 我給你一個很大的一個資料集 然後要很快的去找到資料 或者說呢 我給你一個資料集 你可以先做處理 但是呢 你只能判斷說 這東西存在還是不存在 你不能知道詳細 再講一次 就是我們都知道要找資料找得快 但是呢 後面的情境聽起來比較怪 就是我給你一個資料集 然後呢 你只要告訴我 今天是存在還是不存在 然後你不要給我的時候 知道太多細節 你說怎麼有這種情境 這多的是啊 比如說你知道像Gmail Gmail啦 或是Yahoo啦 反正你聽到的很多網紅公司 他們都有各自洩洞問題 對不對 那最近就Irant 那個太難過了 不知道怎麼講 不要講Irant 那要Google啦 那假設Gmail的那個什麼 Gmail的那個密碼外洩 好 那這時候你看喔 Gmail密碼外洩 然後就被駭客 丟到某個地方 然後呢 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Bronfield 把原本的資料 假設這個外洩的資料呢 是100MB的 我用 我把這100MB的資料呢 我先做一些處理 然後它變成 可能4MB的空間 所以你看 原本是100MB 100MB然後把它變成4MB的空間 那4MB的空間呢 就可以讓你去查詢說 我的這個帳號 有沒有洩密 有沒有被洩密的 好 但是呢它沒有原始內容 為什麼 因為原始內容是100MB 然後最後的東西呢 只有4MB 這個東西是Bronfield 所以這個東西很酷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呢 Bronfield提供一個這樣的手段 請你看它相關的描述 我只是告訴你說 這樣東西存在 所以這樣的東西呢 在Linux Kernel 有大量的應用 其中有一個就是像 網路風包 因為我們要去查說 網路風包呢 我們在NAP的環境下 我們可能要做什麼事 我要做網路風包 Translation 就是我要知道這個風包呢 是從外界到內部的 還是從內部到外界的 所以我需要一個很有效的方法 就是讓我在 在常數時間複雜度 可以去判斷 這個東西是Outgoing還是Incoming 但是呢 我又不需要大量的資料去記錄 記錄說 這個資料我存在哪裡 那Bronfield可以做到這樣的優途 然後後來還有一些 不是有一大堆變形 比方說一個叫 Esclusive Over Filter 那這就比較新的 在2021年 2019 2019年 有一個Esclusive Over 那2021年的時候 有一個它的實作的更新 總之就是說這樣的一個技巧 就在於說 你可以 針對大量資料 而且這些大量資料 在Linx kernel是 頻繁出現 你想Linx kernel哪裡會大量資料 風包是大量資料 那圖形處理 就是那些GPU運算 其他都需要大量資料 在GPU跟CPU之間搬運 然後 包含說 GPU內部也有這種大量資料 這是一個 然後再來是檔案系統 檔案系統的處理的資料量 是非常驚人的 就是我們之後在探討檔案系統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更深入的認知 那此外呢 還會有一些情境 就是說 假設你有10億筆資料 比方說你會考慮到像 中華人民共和國跟印度 這都是龐大國家 這些人口都超過10億人 那不過中華人民共和國 比較尷尬一點 就是它的人口補差 有點問題 就是 應該其實是短少的 但是 反正對外就是一片歌舞生平的樣子 總之就說 不管是中國也好 還是印度也好 如果我需要有一個很有效的方法去 表達資料 那你就像畫面都看到了 用1.5K對標華語 就是1500個byte 該怎麼表示10億筆資料 你想想看 我們有時候需要資料是在做什麼事 我有時候需要資料就是需要去判斷說 印度跟中國的人口組成 你想 不管是裡面統計上少一個人 多一個人 說真的 對人口的男女比例的分析 其實不會有什麼太大影響 我說只有一個人的話 但是 這個 這樣的最終統計很有意義 對不對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人口的組成 比方說 在中國來講 男性跟女性 到底是男多呢 還是 就是到底是男多女少呢 還是這樣子是接近的 還是說 這個東西有越來越失控中 像中國的話就是越來越失控 就是男女比就越來越失控 然後呢 在印度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會再一次說 不同年紀的勞動的力 那這個東西呢 用hyperloop loglog 都是一個 就是會一個很有 很有效的機制 就是說 因為它 用10 就是用1K 就可以表達10億筆資料 就是意味著說 你可以在流暖期很容易去更新 就根據說 我已經分析過的這個男女的比例 所以我可以很容易去展現 印度啊 展現這個 像非洲的莫桑比克啦 或是說 突尼西亞 這些不同的國家 我可以去看它的男女比率 但是我始終就使用的資料量 是很少的 所以這個東西呢 它就是一種 一種 數值處理的手段 它其實它本質上 它數學不會多難 所以我們之後上課會來提到 那這些東西都是系統軟體開發的一個手段 所以主要手段 跟一個開發的一個思維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後面的部分 好 接下來講這個 數值系統 那這個數值系統呢 這個 在Linx空中非常之重要 就是在Linx空中 你會看到一大堆這種 像什麼 U8 U16 U3 U64 它就是透過系統 就是系統去定義不同的型態 然後這個東西呢 你不能只是說 我知道它字面上意思 不是 不是那麼單純 其實有很多很麻煩的操作 但是你又非得要理解不可 否則你不可能在坑裡 就是有更深入的探索 好 然後這邊的話 就會看到我們有一個講座 叫做 你所不知道系語言 數值系統篇 一樣有錄影慢慢看 然後 這邊有幾個東西跟大家講 就是 好 像這個 這邊就是做一個示範 比方說你用Python裡面 去執行這個 1減0.1 你會得到0.9 那0.1減到0.01 你不會得到0.9 你會比0.9略大的字 對不對 顯然這略大的 然後呢像這個 0.1減到0.01 再減到0.1 然後呢你不會得到-0.1 對吧 你會得到一個 這個值 這個值又比-0.1略大 那這個東西呢 為什麼是這樣 然後這個東西是一個很 很困難的事情 其實需要蠻多背景知識才能夠理解的 然後再來是呢 這其實需要了解到基本的群論 群 好 這個就是阿貝爾群 阿貝爾群呢 這邊講到阿貝爾群呢 其實換一個詞 你可以聽過叫做可交換 就可交換群 就是說呢你看到 3跟7 3加7跟7加生幾乎是一樣的 這件事不容易 因為這其實是這樣 這其實在數學上會有一個所謂的群論 在探討這件事 那符合交換率 符合交換率的這個群 我們就叫阿貝爾群 你說知道這件事有什麼意義 這意義可大了 像這個東西呢 你就要了解到什麼 在符點數運算來講的話呢 符點數運算來講的話 不會嚴格的依循 符點數的加法 不會嚴格的依循阿貝爾群 就是符點數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 它會符合這個 就是符合這個交換率 但是呢 在特定的情況下 其實不會成立的 好 你看喔 這是符點數的表示 這個1表示exponential 就是指數位 那這個有20 那就顯然知道它這個字很大 對 好 所以看到一個很大的指 大乘以大乘以大 然後你就得到 無窮大 這個東西簡單 那問題來了 大乘大 減掉大乘大 你說這不是0嗎 抱歉它不是0 那是not number 那你看喔 如果是大 大減大 再乘以大 然後得到0 這簡單因為後面是0 但為什麼這個東西是not number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要做功課的地方 好 然後 所以呢 其實你花時間去探討這個 去學其他的相關的一些知識 那這件事呢 其實也很嚴肅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其實 我們在第一週的這個課程介紹 有講到這個 軟體缺失導致危害 那其實有好多危害的都來自數值系統 那你可以告訴我 光是Integer Overflow 我們就可以舉出這麼多例子 注意到這只是其中一部分 然後我們來看一個實際的例子 這邊以FreeBSD做舉例 你看喔 FreeBSD裡面呢 這個Function呢 從名稱大概猜出來 它在做什麼事 就是它是執行在Kernel裡面 就是我們希望把一段資料 從Kernel Space 複製到User Space 所以這叫Copy from Kernel 就是這段是Kernel在執行的 就是它想要去改變嘛 改變這個 改變某個Process 或者某一段User Space 記憶體空間裡面的內容 然後 所以這邊呢 就是輸入的是什麼 Destination的這個地址 然後輸入它的長度 乍看之下好像沒什麼錯 對不對 你看 乍看之下什麼錯 用Memory Copy 注意到呢 這段程式碼不能執行在User Space 為什麼 User Space不具備 存取Kernel Space的權限 但是Kernel Space可以存取到User Space 所以這邊呢 Kernel Space用Memory Copy 好 那問題出在哪裡呢 問題出在 出在 出在 這個 這個呢 這個MessLength呢 它是Integer形態 Integer意味著什麼 它其實可以負的 那如果說呢 我今天把一個很大 很大一大負的值帶進去的話 這會發生什麼事 這東西就可怕了 如果我把一個很大一大的負值帶進去的時候呢 這有可能會導致呢 我們呢 Memory Copy會Copy到一個什麼 無效的範圍 那 這個東西呢 是一個很難防範的一個問題 你說那簡單我把這個Integer改成Unsign Integer 那抱歉 一樣呢 會有可怕的問題 而且可能更嚴重 因為呢 這講這些問題在哪裡 整件事問題就是 我們的這個Length 它本來有一個合理空間 你就算呢 把Sign Integer改成Unsign Integer 不代表說你會正確的 因為你還是可以帶入一個超級大的成數 所以注意到 今天問題在於範圍 不是它的正跟負 就是不代表它的有號 五號與否 而是它的這個部分 所以你想要一件事 就是呢 就算你把它改成Sign Integer 只要這一段沒有把關處理好 注意到 這個把關是關鍵的 就是這個把關會是個關鍵問題 所以呢 只要呢 我有辦法帶一個負的值 然後呢 我有可能會導致我的破壞可以成功 所以注意到 這件事情是一個很可怕的現象 所以後來的這個處理呢 它在花很多力氣在做這個範圍檢查 而且後來MameCopy也會做一個 合理的範圍的推測 當然這就會導致一些額外的成本 但是就是要避免Integer Overflow 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那這一段程式碼是在 在哪裡啊 這段程式碼是在 在FreeBSD跟Linus都有 因為有一部分程式碼是有通用的 就是SDR SDR用在那個NFS上面 那恰好那個FreeBSD跟Linus T都有NFS程式碼 那各自演化 好 那這一個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這段程式碼會出問題的地方在這裡 這個 這個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呢 我可以 因為 因為Maloc現在從頭到尾只檢查 這兩者的成績 對不對 就是這個Count乘一個Size 好 所以呢 如果你用這樣的東西帶進去 好 那用這樣的東西帶進去的時候呢 會導致一個很可怕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呢 呃 你看喔 這是一個很大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什麼 另外一個很大的值 好 然後呢 這個很大的值帶進去的時候呢 其實呢 這件事呢 是可以成功的 好 那為什麼這件事可以成功呢 這件事為什麼可以成功呢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因為其實呢 多半的時候呢 在Maloc實作呢 它會盡可能讓你 讓你不同的這個輸入都 其實 其實 說真的你不要太誇張的範圍 好 不要不要說 你佔據整個Android Space 好 其實不要太誇張範圍了 其實Maloc很容易會成功的 好 如果你用你寫第一週的作業 你會發現 Maloc幾乎沒有看過失敗的狀況 好 那因為現在的Linux呢 預設情況下 會打 會打開一個叫做什麼呢 就是會允許呢 讓你做這個 叫做 Overcommit 好 注意到在Linux系統呢 預設會開啟這個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最大的幫助是什麼呢 就是說呢 如果你在Linux上 執行很多不同的伺服器 這個伺服器可能是 Web網頁伺服器啦 資料庫伺服器啦 或是其他伺服器啦 那這些伺服器呢 其實都有個痛點 就是說 它會 它會先做一些記憶體配置 那但是 它不會配置完 立刻使用記憶體 往往呢都是配置過一段時間 才會開始去使用這個記憶體 好 那但是呢 如果你一開始太嚴格 就是說 你要求配置多少呢 Know就真的 真的呢 為你保留這麼大的空間 那就很容易導致浪費 因為 就像剛剛提到的 往往呢 我們配置的時候呢 就是系統呢 在配置的時候呢 應該說 陳設行為 往往不會配置完 配置完 立刻 去存取到 那個範圍所有的記憶體 往往只會存取到其中一部分 那因為現代的系統呢 其實都有考慮到什麼 Pageon 對不對 就考慮到這個 考慮到虛擬記憶體管理 所以呢 這個歐卡密呢 它看起來人家很可怕 但是其他事情 是一個很有效的機制 就先答應再說 你說這件事聽起來 我聽起來也是覺得毛毛的 但是你想想看 你高中的時候做什麼事 你高中你看喔 你看 你高中可能讀第三類組 對不對 為什麼要讀第三類組 因為 因為什麼 你媽媽跟你講說 哎呀兒子我知道你喜歡資訊工程系 但是如果你不小心台大一科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去讀台大一科啊 反正你媽就跟你這樣講 對不對 所以你去讀第三類組 所以你要念生物 然後呢你看喔 你要念什麼 考試要考什麼 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 然後地理史要不要考 也要考啊 然後美術呢 還有什麼 美術工藝對不對 這個東西呢 其實都要上課 有時要講作業 但你看 你會發現一件事 你高中什麼都會耶 對不對 高中有那麼多科目耶 對不對 你高中的科目 會不會少於大學 不會 結果你高中的時候 什麼 其實大部分情況都可以應付 偶爾有可能缺教一兩次作業 偶爾有可能一兩次沒考 這大部分時候都可以考得還不錯 否則你連成大這樣的學店都考不上 對吧 對 不要難過 就是實話 台信教以外都是學店 但是不要難過的吧 你來學店就是來什麼 帶領大家往下前 就是我那時候1999年 那時候那個 我來參加成功大學的那個 推進正式 我們那個年代 剛剛舉辦推進正式 那陳大老師問我說 欸 這個 黃同學你為什麼要來讀陳大 我就說 我想要提升這個學校的數值 你會覺得這個幹的話 這不是造假的 你如果去問氣上 不要老的教授問這種幾八話 他就說 欸我記得 好 因為我就想 教授有印象 對不對 你不覺得講一句話 教授有印象就好了對不對 好拉回來 所以你看 其實你高中什麼都會 對不對 你高中 就是做 over commit 所以其實 over commit 這個厲害 對不對 反正老師叫你考試 你就考試 你不會去跟他抗議說 老師我們課意壓力太重了 結果你呢 結果你上大學 就一直跟老師教授說 就是我們課意壓力很重 對不對 然後我覺得奇怪 你高中課意壓力那麼大 你還不是活得好好的 對不對 上大學 對不對 上大學 你可能要多修一個戀愛學分 對不對 愛情學分這種東西對不對 但是 但是 就是常常會大學 反映說什麼課意壓力 所以 所以這個就是實質的 表示什麼 表示你的這個 機體管理策略不夠好 沒關係 上了這門課呢 你就會發現你對機體的策略 有更好的調整 我們就想定的學習 怎麼去管理我們的時間 欸對不起 這句話是完全幹話 好 總之就是說 請你了解這個數值系統 因為我們後面講一些安全 一些效率問題都會遇到 注意到後面有一些題目 請你也是一樣認真看 好 這邊有幾個好玩的東西給你看一下 好 這個 就是 我們的 我們會講到這個Bwise的操作 其實第一週就有看到 但是就是這邊 又更清楚的去探討 好 然後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 如果我想要把 資源呢 轉成小寫 好 那其實呢 你是 就是 連 連那個 if else 或是switch完全都用不到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 ASCII 就是我們的 ASCII是有特別去排列的 其實你可以去看 大寫的A跟小寫A 它的 ASCII的那個 排列方式 好 總之就是因為我們的 ASCII有特別排列 所以導致呢 資源要轉小寫 要轉大寫 其實完全不需要分支 那如果要互轉的話呢 你就可以用到 excuse over 那就可以得到什麼 小寫轉大寫 大寫轉小寫 好 然後呢 再來是像畫面中 這一段程式碼 這段程式碼 就是我們在這個 之後測量體 本週的測量體 就會看到的 類似的風鬼的程式碼 那這段程式碼 在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呢 去給你偵測呢 偵測指定的一個integer 它可能是30美元 有可能是64美元 總之我就偵測這樣的一個integer 偵測裡面有沒有 翻譯說NOW 翻譯說這個 NOW這個character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很酷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看喔 這個東西都不用了 你看喔 我們本來有一個畫面中這個 STREEN 就是一個 看一個資酸的多長 然後 注意到這個程式呢 在上個世界是沒有錯的 在這個世界 對不起 就有錯 為什麼 這個世界呢 效率不夠好就是錯 使用者不夠多就是錯 然後呢 這個 產值太低 對不起 就是錯 所以在21世紀你要想 你要有 廣大的user base 然後效率要非常高 然後要創造很大層次 那才叫城市 否則那個東西 Nothing 不要輕易講說你寫東西垃圾 垃圾是可以回收的 注意到這件事 很多同學說 老師我寫東西垃圾 然後我就說第一個 不許你這樣子講自己 第二個是什麼 講垃圾會不會太抬局 垃圾可以回收啊 對不對 你看我們的廢棄的手機 可以回收 把裡面的稀土元素找出來 對不對 把裡面的金啊銀啊找出來 對不對 所以一支手機作為垃圾 其實它是有用的東西 但是你的城市碼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收 對不對 好 然後來注意看這個 你們覺得 我們講話很多 有時候上課會講一些雞湯文 對不對 剛剛講的就是這種雞湯 好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最大問題是什麼 我們現在處理器呢 像你現在用的電腦處理器 是64位元架構 對不對 64位元架構 但是你一次只處理一個資源 對不對 這是悲劇 好 然後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效能 浪費你的CPU 好 所以我們現在策略是什麼 我現在呢 我現在電腦是64位元 意味著呢 我一次呢 可以處理64位元的資料 也就是8個byte 所以你看到 原本呢 一次處理一個byte 現在我有機會一次處理8個byte 聽起來好厲害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問題是一個字串 它不會永遠都是8的倍數 不可能嘛對不對 因為字串可能 1 2 3 4 可能有大堆數字 對不對 它不可能永遠都是8倍數 所以我需要有一個很有效的方法 去偵測裡面呢 到底什麼 到底遇到 字緣結束的字緣了沒 就是我們在西緣風格的字串 西緣風格的字串 它有個結束的那個 用來標示結束的字緣 成為NOW 就是成為NOW 那所以這個NOW 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有興趣的地方 好 底下呢就是一些推導 今天花點時間去看它 抱歉好 因為就是我們要講的東西很多 那反正這個有個 詳細的東西有 有錄影解說的事情 我們去看它 然後再來什麼呢 再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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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畫面說這個 就是我們之前有一些練習題 讓大家寫這個 就叫你當場做一個加法器 就是用這個BYS 做一個加法器 那記得這個東西 其實是數學的東西 就是它跟寫成沒有那麼大的觀點 它就看你說 你對數學 還有對這個數位邏輯有多少的認知 然後這個地毀超酷的 就是你先做一個半價器 然後呢 透過半價器的組合 你可以做出一個加法器 就是這樣一個 這樣的程式碼 再來是呢 在應用情境裡面 我們會有這樣的一個情境 比方說去計算開頭幾個零 然後就是 counter0 好 然後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如果呢 我要去計算呢 以二為底的對數 就這個 以二為底的對數呢 其實呢 我只要去計算呢 就是 當然我們這邊講的整數是有揮範長度的 不是任意的整數都可以 就是 我們 比方說32位的整數 64位的整數 其實有個快速計算吧 計算那個對數呢 其實就計算高位有幾個 有幾個零 然後呢 比方說它是32位的整數呢 就用31去減就好了 那 這是快速計算吧 那同理這件事你可以想看實境位怎麼做 對不對 就是在你實境位的系統來講的話呢 我們會有什麼 比方說我們會知道說 我們講十的六次方 我們講十的七次方 或者更多的 我們其實在意的是什麼 是開頭 那只是說呢 我們通常講十的六次方 十的七次方 還要看前面的係數是什麼 但是在二境位來講的話呢 它就是零跟一組成的 所以你可以很快的去計算 就是以二為底的自然對數的 的近視值 然後呢 底下就是另外一個應用 就是去 去計算那個 以時為底 那以時對比方麻煩的就是 不是很麻煩 就很麻煩 你可以搭配一個查表的技巧 然後做這樣的操作 那注意到這一段程式碼呢 我可以把它改成更有效力的 實作方式 但是先看懂它來做什麼事 然後底下呢 還會提到說 有一些機制呢 比方說以查表的方式 來得到這個 剛才講的clz 就是count leading zero 然後呢 這個我們做的測試題 我有類似的 請你搭配去看這些 相關的練習題 然後呢 這個bwise的 在加減幣呢 是大量的存在 好 那你看喔 像這個 最左邊是原本的圖 對吧 然後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如果你大家對它做bwise的end 會得到這個 看見面 看見面 and 然後如果說呢 用bwise的over 你會得到 變亮了 然後呢 但是不管是end還是over 對吧 基本上你還是可以看出一個人 一個是比較暗一個比較亮 那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用exclusiveover 你可以做到什麼事 你又看不懂了 然後呢 你看喔 因為 因為 如果這個解釋這樣 就是說如果你用bwise的end的話呢 75%的機率會變成0 所以圖會變暗 bwise的end呢 75%的機率會變亮 那用exclusiveover 每個bit 變成0跟1的機率都50% 不要小看這件事 這是一個超級關鍵的事情 就是 你可以看到說呢 在現在的這個Cypher 就是那些加解密的那個 我們稱為加解密的那個演算法 這個實作我們把它稱為叫Cypher 這樣的Cypher呢 我們把 你會發現 少不了exclusiveover的存在 那底下有些證明 請看下 好 這個是數值系統 再來呢 再來就bwise操作 bwise操作跟上面的數值系統是 是連貫的 那只是 因為 年代 應該不同 數值系統是寫的比較早的 然後 bwise操作指標比較慢的 因為我講座一直在改 我也不知道怎麼做會比較好 就是 我希望可以探討最新技術 但是 又希望一些固定教材 像 葉秉晨教授的教材就是 因為他講機率 講那個機率統計 講這個 在台大交機率統計 那其實 他可以比較固定 他可能過一段時間可以修訂 但是我的教材不一樣 我的教材是每年都要修訂 所以我 真的不知道怎麼做 待會試試看 那你中間如果遇到一些 發現一些錯誤什麼的 你就告訴我 就是 能夠修你就緊張修 如果不能修的話 你就在Facebook 討論區 或是私人區發給我 好 那這個bwise操作呢 我就希望去匯整的過去 在這方面認知 然後最主要是 我們就鎖定一下 像林斯科諾這樣的一個應用場景 去探討說 這些bwise的操作 那為什麼像剛才 那個大小寫可以做這個轉換呢 因為其實就是 ASCII的表格 特別去這樣排練 大寫的A是這樣 110001 然後呢 如果要把它變成小寫的 我們看G好了 G在哪 G在這裡 1000111 那麼 小寫的G呢 你會發現呢 它就是差一個位元 就差這個位元 所以我們只要變換其中一個位元 好 那注意到這件事呢 是故意這樣排練的 好 然後再是 底下就有一些bwise的操作 那注意到這個bwise操作非常關鍵 請你花點時間去看它 那這個也有解說錄影 例如我們看這個部分 就是假設我今天給你一個值是這樣 全部都是1 那我想要去清除其中一個bit 注意到呢 清除其中一個bit 你沒辦法用單一的operator去做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operator 基本上是針對 針對bite 或是針對若干的bite 去做這樣存取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要改變其中一個bit 你必須用畫面中這個方式來做 像這邊來講話呢 你看喔 從上面到下面就差一個bit 同理從上 這個第一個到這個 就是差其中這個bit 好 那所以做法是什麼呢 就是我先把1去做位元 好 所以我就把位元1 然後再做not not完之後再做bwise and 那就跟它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這樣的方式就是 去指定 把特定的bit 從低位元開始數 注意到你不該講右邊開始數 就是 講的時候可以講右邊 但是寫的時候不能寫右邊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事實上這邊是什麼 這邊是高位元 這邊低位元 好 所以應該講 從低位元開始數 好 然後這個是clear 另外一個對應的槽子要set 那同理 如果你看到這邊大部分都是0 那我想要去set 其中一個bit 一樣我就是做位元 然後再做bwise的over 這個操作 好 你說這個東西好簡單啊對不對 好無聊 那下面的東西就不無聊了 下面的東西可難啊 下面的東西難在哪裡呢 下面的東西就難在有些考古題 好 請大家搭配看一看 好 然後 呃 再來一次呢 我們會提到一個東西就是 例如這個一個一個這個操作 注意到這一段操作 在NinxKnow裡面也有 就是說 我們希望想要對一個圖片 就是原本的圖片呢 它是 它是有ARGB 就是有半透明 有紅色 有綠色 有藍色 然後把它把它轉成灰階 像畫面中這樣灰階 然後注意到這個東西呢 是一個很大量的運算 因為每一個Pistol都要做運算 好 然後呢 這邊呢 就開始講說呢 怎麼去對這種bwise的去做操作 然後去加速它的相關的處理 那底下還有一些案例我們來看 還記得在我們第一週的課程說明 我們有講到一個一段程式碼 應該有印象吧 就是這樣程式碼 就是足每個bit做反轉 好 那就當忘記的話 沒關係啦 反正有一個這樣的例子 好 然後我們把這樣的一個操作 稱為叫bwise rotation 或是bit rotation 就是我們去做這個 可能是 反轉順序 或者其中去旋轉其中一個bit 好 然後 注意到呢 在某些處理器來講的話呢 有專門的指定去做bwise的旋轉 當然我們這邊就是為了可吸性 我們是用吸源來實作 好 然後現在就問你說呢 怎麼去實作一個 吸源 版本 Portable 可吸性高的 然後呢 又可以講 應付不同的bit 所以這邊有幾個小技巧呢 第一個就是我用那個前置處理器 如果你有寫第一次的注意 應該有發現有前置處理器 有這個 這樣的一個什麼 這樣的一個連接的一個 連接的一個 標示法 那用這個標示的話呢 你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就是 你的帶路是bits 那比方說你帶路是8 那這邊的話呢 就會把它變成ROTL8 那通理底下就變ROTR8 好 那顯然這邊關鍵是什麼 關鍵就是這段程式碼 那這段程式碼呢 可以讓我們做到bwise的bitrotation 那底下有一些說明 請你搭配看一下 然後還記得我們第一週的教材 解讀計算機編碼 那就只有講到這個環形 就是它的關聯 好 然後底下呢 就有一些這樣的一個程式碼實作 然後再來還會講到說 在Linus kernel裡面怎麼用 Linus kernel怎麼去用到這個bybitrotation 像這個密碼學 密碼學就用得到 那除了密碼學 這又是密碼學 然後 這還是密碼學 反正Linus kernel裡面有好多 這種密碼學的東西 但是還是要有一點一定的認知 好 那底下呢 就在講說 當我們開啟最佳化的時候呢 會不會產生對應的指令 像剛才提到 有些處理器 像這個intel的那個s86 其實它有對應的ROR指定 那所以呢 我們就希望呢 由這個編輯器最佳化 可以產生出什麼 對應的指令 那反觀說 有些處理器呢 它可能沒有對應的指令 就是說 那我也可以產生出一個有效的程式碼 那這也是為什麼你需要了解 編輯器最佳化 因為你可能對坑朗提交貢獻 或是你看坑朗有些程式碼 有時候寫得很迂迴 因為有時候它會考慮到 編輯器最佳化 能不能把它產生到 針對這個硬體做 針對這樣操作提供的指令 所以這邊來講 其實你一樣也花時間去看它 就是了解說呢 這個編輯器最佳化 可以做到什麼等級 然後我們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應用案例 到底它有什麼樣的影響 好 接著呢 接著我們繼續看 接著呢 接著什麼呢 這個 講一下類神經網路 哈哈 看起來比較 就是 棒這個東西有一個好處 這是我們的課程 好像不要被容易看到 講一個類神經網路 好像 搜尋會比較好搜尋 好 然後這邊的東西呢 這個人工智慧 跟類神經網路的東西 我們就自己去看 參考李鴻一教授的線上課程 然後 我這邊只要跟你講什麼呢 這個 這個 這個基地函數呢 它是長這樣 注意到我們不是講函式 函式講一個方形的 作為routine的時候 那這邊講的是 數學上函數 所以要講函數 好 然後這邊呢 這個基地函數呢 就是會 如果是x大於0 就會傳一個x 如果x等小於0的話 就傳一個0 所以它畫起來就這麼簡單 對吧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其實它沒什麼錯 它就是一個 很有效的基地函數 但是呢 我們想要把這個分支拿掉 請問該怎麼把長數拿掉 哇 這個東西要想一下 這個東西不容易 就是 我們就要去操作 而且更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更麻煩的地方是說呢 這個基地函數呢 其實這個x呢 它不是 它不是 它往往它會用浮點數的形式存在 所以這時候呢 就是一個很大很大問題 就是它是浮點數 然後呢 判斷浮點數的操作呢 會比較大 所以有沒有可能呢 我直接操作前面那個 直接去控制它的 那個 sine bit 就是 就是因為浮點數的操作呢 它會涉及到 浮點數的指令 那有些 硬體的平台可能更麻煩 就是 它這個硬體上 可能完全沒有浮點數的運算器 或者說它可能有浮點數的運算器 但是不准用 像Linz kernel內部就會這樣 就Linz kernel內部呢 它是希望說 你在絕大多數的時候 都不要用到浮點數的運算 這我們之後可能會講 總之就是說 在Kernel裡面會有這樣的限制去 這樣的有幾個好處 就是說 例如你可以降低Country Switch的成本 如果說你在做Country Switch的時候呢 連浮點數運算的那個 占領機都要做Country Switch的 那個代價很大 那第二個是說呢 我們今天要存取的這個 占領機內容越多 其實維護的成本會越大 在Linz kernel裡面 不是只有做Country Switch 其實Linz kernel裡面 也要做一些動態去插入程式碼 其實這同樣也要去追 剛剛講的特定的那個 Register的Context 好 總之就是說呢 我們來講話呢 我們就考慮到 不準碰到浮點數的運算 能夠怎麼去實作 這樣一個 長數時間複雜度的一個激勵函數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要了解浮點數的行為 就是它前面有一個Sign Bit 我們就要了解它 然後呢就要了解惡補數的系統 那底下呢就是一個對應的實作 我去找出一個什麼 它的Sign Bit 然後呢這時候你就發現一個很 四層詳實對不對 就是我先找出Sign Bit是在哪個bit 比方說它高位的31 然後呢先做Not 再做End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東西要做什麼 這就是做Clear 好 那底下有一些說明 請大家可以看一看 主要這邊純粹只是 只是一個說明 就是它在類神經網路 就剛才那個實作在類神經網路 其實沒那麼用 它只是一個 只是單個範例而已 因為我們在實際的那個類神經網路呢 我們可能設計這個更合理的浮點數 才會更有效率 比方說Bflow16 像Google為了自家的TPU 它搞一個東西叫 搞一個格式叫Bflow16 叫做一個全新的浮點數格式 因為在典型的浮點數格式呢 它會需要32位元 或是只有14位元 但是Google呢 直接設計一個Bflow16 可以直接用16bit 犧牲掉它的精度 但是大幅的提升效率 所以在實務的運作 它會是走剛才那個 就是走 讓Bflow16這種手段 或是去加速相關的運算 那因為剛才這個ILU很 過於單純 所以一般來講 沒有什麼調整的必要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這個 根塔2的存在 根塔2的存在 跟這個 再講這個 開平方根的快速運算 好 那前面有個開 那個根塔2的故事 請你看一下 就是講這個 講這個根塔2怎麼 怎麼運算的啦 好 然後呢 這個這個 講這個必達哥拉斯學派啦 好之類的 好 然後 其實這件事 我想最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就是說 當時 當時的那個 人們其實早就知道 早就知道 根塔2的存在 但是不能講 那甚至有些人為這件事 犧牲生命 像這個 這邊提到的西帕所思 但是呢 也因為當時的 人們對這種根塔2的 覺得很奇怪 但是 我們的科學就是 能夠面對所不值的 所恐懼的事情 我們才會進步 這是為什麼在課程上 一直強烈要求大家 要誠實面對自己 我們現在做的事就很難 對不對 我們現在做什麼事 我們現在就在挑戰 了解歷史科隆 甚至貢獻城市馬道歷史科隆 你要這件事 這件事多難 在台灣多難啊 對不對 就算是 就是 就算台灣的工程是架起來 貢獻歷史科隆 大概就是手指頭數一數 就一下就數完了 就是沒有說很少 但是就 很快就數完 不好意思講了 你會好奇會多少人 台灣貢獻歷史科隆 大概有幾十個 其實算不錯 但是終究就是停留在幾十個 就很難再前進了 你想台灣工程是有多少人 但是只有幾十個貢獻 然後你也可信 這是一個比較可惜的事情 而且這些人 可能做了貢獻 然後後來就 可能沒有持續再投入了 而且新的人要加入就更難了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想要開這麼課 因為 這是一個對各位同學 一個很好的機會 尤其在教生 你想的就是 同樣是寫履歷表 對不對 要 你能夠在履歷表上面說 我貢獻歷史科隆 這多 很難寫的嘛 這比你說 LICO刷了多少題還難了吧 我想在台灣 LICO刷了超過五百題的人 應該有數百個 但是 貢獻歷史科隆 對不起 就是一直到今天就幾十個這種規模 好 那總之就是說呢 我希望大家了解到就是說 我們講這個數學 講這個數學危機 其實不是說 不是這個故事而已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就是說 這一個第一次數學危機 讓這個數學發展 往前一大步 好 那這個底下呢 就是一些 講故事的自己看 好 然後這個東西你還記得吧 你高 國中 國中還高中 國國國國 應該是國中 國中的時候應該學過這款 十分B級法算這個更套 忘記的話沒關係 快速看這個 所以就是說呢 其實我們先知道說 更套二的範圍 我已經知道更套二介於一跟二之間 但是我不知道更套二到底是 靠近一還是靠近二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就把它切十等分 好 那切十等分呢 就開始呈成看 1.2乘以1.2等於多少 1.44 1.9乘以1.9等於3.66 那更套二比較靠近3.66 還是靠近1.44 顯然靠近這裡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去做這種逼近法 好 那這個逼近法呢 其實也蠻容易理解 對不對 然後 那 二分逼近法呢 二分逼近法就是 它另外一個變形 好 然後二分逼近法的話呢 就是 算式其實很像 那為什麼要特別講二分逼近法呢 因為呢 二分逼近法比十分逼近法更容易寫成4 所以事實上我們在電腦做運算的話呢 會從二分逼近法去切錄 那不過呢 有個悲劇是什麼呢 二分逼近法的那個 收音速度很慢 好 那 這就是一個很大問題啊 所以後面就是做一個調整 那底下有一些 相對應的說評 好 那接著我們來講牛頓法 那個牛頓法呢 你看到這科展題目 對不對 現在國中科展這個太可怕了 對不對 現在國中科展都要用到人工智慧了 這個很強大 然後就是 欸 欸 抱歉這個這個無效 標準一下 這個連結是無效的 等一下 科展 我們在科展現在這真的很可怕 科展都要什麼 要就是deep learning 對不對 還要什麼 預測那個什麼 腎臟癌的那個基地之類的 太可怕了 好 所以看到這種很樸實的題目 真的是很感人 對不對 用牛頓法 找 求二次方 方根的近視值 好 然後這個東西呢 嗯 就是 好啦 怕你忘記我們開始解釋啊 那牛頓法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做這個切線 有沒有 所以呢 我現在要了解的是這個切線 還是這個切線 欸 這個切線 還是這個切線 所以我現在要了解它的切線 然後 那就看切線交在哪裡 好 那這邊的話呢 那牛頓法一個很大的好處是什麼 比上面的二次逼頸法更容易寫成4 而且它的 它就是 著重在畫面中看到這兩個不等4 那再來 Liko呢 69 Liko69 注意到Liko69呢 這個題目其實蠻難的 很多人看到它上面寫Easy 就不寫了 或者說看別人答案就不寫了 這個難在哪裡呢 這個難在呢 這一次輸入東西叫Integer 那如果把Integer改成Float 或是 或是壞一點啊 改成BFloat16好了 就是換成什麼 換成16位元長度的 的符點數 那請問該怎麼做 這個東西 有難吧 好 要不然 有 就是不是那麼單純對不對 好 那這邊呢 就是畫面中這個就是這個 用牛頓法來求解 其實它這個 實作就單純很多了 就是運用上面講這個不等4 所以我先把一些 呃 值先求解 就是 比方說根號0 根號0不用去處理 而且呢 如果是N在 根號1 根號2 根號3 這在整數來講的話 都是得到1 所以我根本不需要賺 所以我先把什麼 我先把這種 呃 已知狀況 不需要計算的狀況先 先得到 先 先傳 傳回這個值 好 那接著就是上面這個 上面這個不等4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一件事呢 在牛頓法來 來 開根號的話呢 你衝到外 只需要做什麼 你只需要做 加減乘除 好 而且呢這個 加減乘除呢 又可以進一步的簡化 好 就是我們後面會講的一個 實作呢 是 連除法都可以拿掉的 好 就是你看到 目前看到牛頓法呢 它是一個依據上面的數學式 好 但是它沒有 它沒有做最佳化 好 所以它其實運算量是比較偏大的 好 然後那接著呢 正在二進位系統 主要二進位系統呢 事實上跟上面的方法呢 是接近的 只是說呢 我們再運用一些二進位的特性 對不起 只是說有些證明 還有一些推導 請你看一下 好 那這邊呢 關鍵在於說呢 我們就 把一些操作調整 好 你先看 先看程式碼 在這邊程式碼的話呢 就是 你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這邊的成法的話呢 就是 這邊也還是有個出法 但主要這個東西也是可以拿掉 所以我們 我們 我們之後可能會有個測驗體 是不需要出法的 不需要出法的實作 但是這個已經是 已經很有效率了 然後呢 這邊還有特別這個實作呢 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這個有考慮到 考慮到浮點數的操作 所以這邊呢 會有講這個浮點數啊 它的Signbit Eat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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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Mantisa 然後那底下就有些 這樣的一個計算 所以可以剛剛說呢 在 單純用牛頓法的話 得到的時間會比較長的 然後但是如果說你用這個 針對那個上面檢 把你測取的 那個執行的時間大幅的縮減 那你會好奇 出來這幾根是什麼關係 這個東西呢 就是因為我們在運算的時候 其實沒有排除一些干擾因素 我們在運算的時候呢 其實需要排除像Cash 還有排除說像這個 在系統上可能會有些抽期性的任務 就是說 所以在 我們在之前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其實沒有設計一個統計模型 把這個東西去除掉 好 然後這個地方是講這個 更耗二的部分 更耗二的運算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呢 我們講這個Bwise呢 其實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前期下存在的 其實你要考慮到一些相關的議題 好休息一下 休息到 休息到 休息到什麼 休息到2115 好我們繼續 我們剛在休息前呢 就講到這個 更耗二 對不對 好更耗二的這個計算 然後這件事呢 其實你留意到 其實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說呢 我們從這個數學室 然後到程式碼 然後 還要運用一些特性 比方說福典數特性 還有Bwise的操作特性 這個就是 真正會在Lins科隆會出現的程式碼 這次我們在課堂上很強調這個數學 其實我們講的不是 多半時候沒有什麼講什麼純數學 就是一點點好 講一周講一點 但是呢 這些數學整合起來呢 其實它的衝擊會很大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講 把剛才講的東西極大層都涵蓋東西 好絕對 Hashtable 我們在第一周的課程有講到什麼呢 講到Linklist 還記得吧 好 應該不是還記得吧 應該是你有上課 然後有寫作用應該就會感受很深 反正就會把那東西看得很深入 對吧 但是呢 這個Lins科隆裡面呢 其實到處都藏了很多神奇的地方 像大家講這些 不管是更耗二的它背後的數學 還有它的這個 呃 還有上面的BYS操作呢 其實這件事呢 都可以反映到Hashtable 我們先來看一個東西 Linus GitHub 好 在Linus Kernel裡面的原始程式碼 我們找Include 然後Linus List 這有時候那個Github會比較慢 很討厭 等一下 唉唷 真的很慢耶 唉唷 好啦 他盡力了 好 欸不是這個 Linus List 這個 好你看喔 在Linus.h 這是一個 Linus Kernel風格的 雙向鏈結串列的實作 然後呢 這裡面顯然 它就講這個 它上面有寫嘛 Circular Double A Link List 然後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如果你在裡面找Hash 欸對 不要懷疑你看 裡面存在Hash 你看喔 這裡 就是說呢 Mostly useful for Hash Table 然後呢 所以這個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在Link List裡面 竟然跟什麼 Hashtable有關係 然後呢 底下有個東西叫Hashtable Hashtable 你大概猜得出來 這個Hashtable 一定是跟上面講的那個Hashtable 是 呃 不是是有關而已 就是 就是 就是Hashtable 失措一部分 那究竟為何呢 Hashtable裡面用到 用到那個 用到Link List的變形 好 就剛剛講Hashtable 那其實這件事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來處理這個 這個數值碰撞 就是 我們知道就是說呢 呃 好 怕你忘記了 我們還是幫大家複習 好 Hashtable來做什麼 很多同學都會記得說 哦 我記得Hashtable 我記得我資料結構考了 考了85分 對 很多同學都會說 我記得資料結構 85分 但是忘記學了什麼 這個 這真的是很有趣 這可能就是台灣特色啦 問你到底學了什麼 85 好 我們來看這個 就是說呢 Hashtable呢 顧名思義呢 它最主要的操作就是 它上面是hash 然後呢 那個 你看喔 John Smith Lisa Smith Sandra D 反正就是這些 透過hash function 然後這些數值 透過hash function 計算 然後你會得到 得到不同的數值 那這個數值呢 我就建立一個 就放在這個bucket 那顯然那個 John Smith跟Lisa Smith 他們算出來的值呢 一個是01 一個是02 這兩者接近的 然後Sandra呢 這個算出來的值呢 就遠多了 就把它放在另外一個bucket 要實施的bucket 那可是問題啊 如果說呢 今天有一個叫 叫什麼呢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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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 Smith 或是bucket 總之算一算呢 這個值呢 也剛好變什麼 02 那這就遇到什麼 碰撞 遇到碰撞的時候怎麼辦呢 遇到碰撞的時候呢 這件事就是個大問題 注意到這不是問題 也是大問題 好 所以呢你看喔 就是要 處理碰撞 其實有一堆方法 那 所以你看到說 在維基板上就列出一些 注意到事實上這方法很多啦 就是 像這邊列出來 就是separate chaining啊 然後 還會有像這個 open addressing 這是大的分類 然後注意到呢 就是說在近期呢 有一些研究呢 又把這個 Hashtable的這個碰撞 又做一個 新的調整 不過大的分類是 大概是這樣 就是 那新的研究通常會在意什麼事啊 比方說會在意是 Hashfunk的設計 然後還有說 怎麼讓這樣的Hashtable 可以處理concur 然後就是說 我其實不 我不是只是 循序的執行 就是我今天執行的時候 可能有另外一個執行序 也要存取到Hashtable 所以我要怎麼讓 不同的執行序 依舊能夠存取到同一個Hashtable 然後這邊呢 就不會只有做查詢 我可能會有新增 甚至會有delete 就是 我有新增 有刪除的操作 好 然後 有意思的地方就在這裡 然後呢 這個Hlist Node 就是來處理剛才的碰撞 這個 當目前為止 當目前為止 這句話很好理解 看到程式碼就會覺得奇怪 這個程式碼奇怪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跟我說它叫List 但是呢 有一個星星跟兩個星星 都會標還你也沒有眼花 兩個星星 為什麼它用兩個星星 就是 在我還比較嫩的時候呢 我也質疑不過這件事 那我有一段時間以為是 一定是坑洞寫錯的 當然這些加起來比較丟臉 然後總之就是說呢 這就是光看程式碼不好 對吧 因為在我以前嫩的時候 光看程式碼 光看程式碼就開始亂推 啊這坑洞寫錯啦 不是說 這是bug 之類的 後來發現 其實後面的設計是巧妙的 好 我們來看一個示意圖 你看喔 它的排列方式是這樣 就先記它名字啊 叫HD是Node 好 然後 因為我可能會遇到碰撞 所以也就是說呢 我同 可能會遇到不同的字串 不同的輸入 但是呢 最後算出來的值是一樣的 好 這個叫碰撞 好 然後這邊來講的話 就有一個這樣的一個排列方式 所以你看 Next 就指向下一個對不對 指向下一個節點 然後呢 PPRV是什麼意思呢 A pointer to previous node 所以PPRV呢 就指向在這裡 好 所以你看有趣了 就是說 它乍看好像是Double Linked List 但事實上它不是 所以就這樣 乍看好像是Double Linked List 但是它其實不是 好 為什麼它說不是呢 因為這兩者 一個Next跟Previous的操作是不對等的 好 就是這邊來講的話存在一個間接指標 好 為什麼要這樣做 所以你看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好 這個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 當我呢 把某個節點移去的時候呢 會產生的問題 講到目前為止還是聽不懂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 假設我今天有這樣一個實作 就是我把 我把剛才的Indirect Point拿掉 變成這樣 好 那這時候呢 就會遇到一個有趣的事情 好 所以畫起來就這樣這樣 對不對 這個東西不難懂嘛 這就是你之前看到的 好 然後 所以呢 這個Previous跟Next就是相離嘛 對不對 Previous在這裡 它Next就在下一個 好 然後呢 當我要去寫一個Node 比方說我想要去做一個這樣的操作 叫Delete Delete Node 好 那我要這樣寫的時候呢 就是中規中矩嘛 就是去看Next存不存在 那如果 如果存在的話呢 好 我那時如果存在的話呢 我就這樣 我就繼續做 去嘗試去變更 好 然後 但是呢 有一個問題在哪裡啊 好 注意到啊 這段程式嘛 中規中矩對 好再看一下喔 中規中矩對 這樣搬走 然後呢 另外一個就要去更新吧 更新它的List Head 好 然後呢 但是你看喔 這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其實你需要傳入一個List Head 你說這不是天經地義的嗎 好來再看一下 你知道啊 就是當我呢 要操作呢 把某個節點移走的時候呢 我這邊來講話呢 為了這件事 我需要傳一個List Head進去 好 否則 否則我沒辦法做 把某個節點移除了操作 好 然後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當我呢 用指標指標或者間接指標 改寫上面程式碼的時候呢 好 那神奇的事發生了啊 你看喔 這東西長這樣對不對 它的 所以 N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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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previous 好 然後 在這邊來講話呢 這個Nest是指向節點本身 那previous appointed appointed to previous 指向什麼 自身節點的指標 好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啊 它指向自身節點指標 就是誰指它 我就描述它了 好 然後所以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剛剛那個地方成什麼呢 你有沒有發現不一樣啊 好 來來看再看一次喔 就是 剛才來講話呢 我需要 什麼 我需要 list head 對不對 然後需要這樣特例 還記得Nest 頭髮子講的品味吧 對不對 品味這時候就出現了 好 讓你想一下 喝水 還記得剛才如果我們用這種方式 就是很 很直覺的 其實Linis Kernel早期也是這樣子 是 過一段時間才改成現在的模樣 好 因為你剛好沒有 剛好錯過了Linis Kernel簡單的時候 好 跟你講什麼叫簡單的時候 我1997年學Linis Kernel的時候 然後我就真的讀到一段陳詩瑪斯 靠 這什麼鬼啊 這是有bug吧 然後我就寫信 然後靠 真的是bug 就賺到一個patch 爽 就是你想說 我就是有那種自信感 自信心 對不對 對不對 報徵啊 對不對 就是因為我高中生 1997年我是高中生 然後我又 而且你知道 那個年代很麻煩 以前沒有週休二日早 以前星期六是要上課的 就是上世紀那個年代 然後228是沒有放假的 反正就是 我印象很深刻 我高中一年級的時候 就是 那個 那個 星期六要上課 那228那時候 剛開始要討論 討論說 要 就是 就是 228和平紀念日 總之就是 那個時候呢 就是 能夠玩電腦時間很短嘛 那你可能知道 就是說 我高中是 在台中一種讀書 好 那我老家在苗栗 那電腦放哪裡 廢話當然放苗栗 宿舍不能放電腦 好 那所以呢 你看 星期六要上課 所以我星期六上 早上上完課呢 到回到苗栗老家 已經兩點半了 那我睡個午覺 因為我在車上睡不著覺 然後 我就回家睡覺睡到 可能 五點吧 所以我通常睡到 睡到五點吃飯 然後 那睡完午覺 晚上才會把他打電腦 而且偷偷打 你知道嗎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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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我什麼時候 回台中上課 星期天 所以我星期天 吃晚中餐 就差不多要準備上 就搭 國光號 以前叫台氣 就是台灣汽車 台灣汽車客運 所以其實我能夠 玩電腦的時間 就是星期六的晚上 所以你看 我能夠用電腦的時間那麼短 但是我可以看我做貢獻 就覺得 爽 當然現在 這種事不是沒有的嘛 但是就是難度變很高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希望我們有個這樣的課程 引導大家還是可以做 那我想那種成就感 是一輩子消磨就不掉的 因為就是 你想就是 你真的做一件事 然後就說你學習一個東西 然後你真的獲到一個反饋 而且那時候Linus Tovas 其實是 比現在更有空 就是他現在會回很多信件 但是以前回更多信件 他還會回私人信件說 感謝你的貢獻 這就是什麼 那是 一輩子消磨不掉的那種 成就感 只可惜以前的Email 留不下來 你的電腦只要 重裝了 忘記把Email備份 以前存了 以前沒有Gmail這種東西 所以那個 還好難過啊 而且Linus Tovas寫信 寫給我的信 本來是給你炫耀的 畢竟過了二十幾年 好 所以就是 我們Linus Tovas講的品味 其實反映到這件事 因為呢 Hashtable必須要非常有效率 注意到 Hashtable必須要非常有效率 所以呢 這就導致一個操作 就是事情是什麼 就是我們做事情 就要以效率的角度去思考 所以如果說呢 我今天需要傳一個Hack 然後需要考慮到特律 這就是效率 而且就不優雅 那反過來說呢 如果我們把它感覺這樣 對不對 就是指向Previous Node的節點 然後呢 這件事呢 Delete就可以寫這麼優雅 完全不需要傳 this head 想參 想出哪裡就出哪裡 所以通常就是 對 橙子碼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這就是一個技巧 這個技巧就是說呢 我可以降低非必要的資料傳遞 因為你想啊 這段程式碼 其實問題不出 不只是出在這裡 傳遞變數本身也是一個成本 對吧 我們之後再講那個 那個韓式呼叫的時候 我們會講那個韓式呼叫的代價 所以你看我需要多傳個指標 在64位元的架構 就是多傳8個Byte 這一樣也是有代價的 但是呢 這段程式碼顯然就做得很精簡 而且最酷的地方是什麼 大部分的最佳化 就編音器最佳化 都可以把它 直接把它遷入到什麼 遷入到你呼叫端 所以你可以產生更有效率的程式碼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呢 這樣的一個設計就是一個 一個考慮數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在第二週呢 會跟大家講的那個Hedgetable 因為這件事就是 其實就是LinkedList的變形 所以我為什麼在第一週 要跟大家講 Linus的話講那個品位 講那個Indirect Pointer 因為在這一週就出現了 而且事實上這個Hedgetable 跟Linus Kernel的LinkedList一樣 都是大量存在的 非常複雜的操作 所以這個 這就是 關鍵的一題 好 然後呢 Hash function的影響是很衝淡 好 然後注意到這個Hash function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念 把它翻譯成哈希函數 注意到這個 對岸有很多翻譯都是這種風格 就是乍看好像有個東西 就把它翻個詞 對不對 像那個 像什麼呢 像那個 鱸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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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鱸棒性 哇搞皮啊 對不對 鱸冰花好棒 就是鱸棒 這個鱸棒是什麼鬼啊 這樣 鱸棒是 robustness 所以這個要看場景 就是 有些場景要翻譯穩健性 有些場景要翻譯成 堅韌的 然後 反正這個 robust這個字呢 在很多領域都會出現 不要說 怕你不相信 robust 然後economics economy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叫什麼呢 叫 robust economic groups 反正就有個 就是在 如果你有看一些 inf的報告呢 就是這個 這個什麼 inf 就是他就會有專門的 專門的講 講這種 這種經濟成長 還有各個地方的 就是 世界銀行的那些 一些觀察 那我強行建議說說 如果 如果你有心在 資訊科技這行 去生根的話呢 請你要看inf的報告 說這不是經濟學的嗎 對 但是呢 因為現在的這個 資訊科技都是軍備競賽 所以你要了解說呢 我們現在 經濟局勢的變化 然後你說 我沒有時間看 放心 inf有出 有簡短版的 有複雜版本 你可以跟我一樣 就是在通勤的時候啊 或者在一些空檔的時候 去看他簡短版 他簡短版很好看 大概就是大概十來分鐘 可以看完 而且你就是過一段時間 看一下就好 但是這個 這樣的一個經濟的驅動 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就是 現在就是軍備競賽 你看那個open AI就知道了 open AI的技術呢 其實Google也有 甚至open AI裡面參照的那些論文 甚至很多都是公開可以取得的 但是有多少公司可以砸 像麥克蘇爾一樣 砸那麼多資本來打造open AI 對不起 全世界這種公司沒幾家 就是有沒有五家我都說不出來 但就是這個問題啊 軍備競賽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是 反正就是說你在資訊科技領域 其實你要了解這件事 就是說我們不是只是興趣 如果你只是興趣的話 那我告訴你 你根本連來資工系都不需要 你找一個很好過的 很好畢業的科系就好了 因為很好畢業科系 拿文品趕快出去工作 而且現在說真的 你找一個很好畢業的科系 然後刷第一扣 對不對 刷一刷 反正老外也分不出你唸什麼科系 唸什麼學校 他分不出來 所以老外來講 就只有台大跟不是台大 不是說這個等級的嗎 因為老外唸不出來 千功建基 對不對 然後我有聽過老外 把那個政治 建基念成清濟 對台中那個清濟 對不對 就很難唸 很靠背 對不對 然後高雄 靠背難唸 對不對 然後但是就是 對老外來講 就只有兩個 兩個學校 台大跟不是台大 因為就是 台大是他指引會唸的 雖然他不知道 台大的排名是怎樣 台大做什麼字 他不知道 但是你看 這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當然可以找了一份工作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想要有心 在資訊科技這一行 就是說 你就不是只是追求工作 就是你希望可以對這個領域 有更深的了解 甚至可以有辦法參與其中 甚至未來有一天你可以 作為一個決策者 或者說作為一個更大影響力的人 在資訊科技這一行去做 那你就要不能忘記 他背後的經濟趨力 這是我強烈建議大家 一定要在大學的時候學 因為大的時候 你學習很多時候是連續的 就是絕大多數的時候 你在大學的時候 是可以很連續的學習 那等你出來工作的時候 就很困難了 那我剛剛講那些東西 說真的 我是工作之後 然後我工作 遇到一些困難 我遇到一些障礙 我就決定讓自己放假 所以我在2005年的時候 我就把讓自己放個半年的假 然後2008年又放個半年的假 就是反正我就花錢 2008年又放了8個月的假 結果一個放5個月的假 一個放8個月的假 然後讓自己重新沉澱 然後想想自己要做什麼事 那我想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資訊科技就是一直在變化 然後呢 不管是剛剛的魯蚌 還是這個哈希函數 其實都翻譯很糟糕 因為其實這個hash 然後如果你把它翻成hash 就是這個字 這是hash 然後這個hash function 其實在 如果你把hash function 翻譯成hash函數的話 會聽起來像hash 對不對 然後注意到這個詞 是在自動化工程裡面的詞 那我前面有講過 對岸的翻譯有很嚴重問題 就是因為畢竟那邊很多996 對不對 就是沒有 就是可能沒有什麼明天的事情 因為就是人就是消耗 就大量的人力消耗 反正對岸什麼不多就人力多 然後所以對岸來講 很多詞就是 某個情境看起來可以用 它就用了 那不會考慮到其他情境 但是我希望大家去思考 我們今天那個資訊科技 是需要大量跨領域整合的 跨領域整合 就絕對不能跟別的名詞搞錯了 對不對 像自動化工程好了 除了當初我來學校教書 有一個原因也是因為 我跟聯發科技簽的一個保密合約 那所以 當然細節我不能跟你講太多了 就是說 總之就是我 當初在成大教書的時候 我跟聯發科技保密合約 就規範說我不能做 跟公司有關的事情 那其實這個限制很多了 教書可以 但是不能教跟公司有關的 可以教公開資料 但是不能教跟公司有關的東西 其實限制蠻多的 所以導致我那時候來成大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有讀 不知道要幹嘛 所以如果說你有無聊去看過我以前 剛來成大教書的課 你會發現我前幾件什麼都在教硬體 你說我懂不懂硬體 對不起我不懂 你說你老師你不懂硬體 來教我硬體 我就學啊 不懂就學啊跟你一起學啊 對不對 那你說為什麼教硬體 因為我在聯發科是做軟體 懂嗎 我在聯發科做軟體 然後我教軟體就會有問題 公司就會關切 所以我就只好教硬體 而且教我完全不懂硬體 所以這句話我過了好幾年才敢講 我剛去成大的時候不敢講這種話 對不對 我就教一個硬體 然後當有些同學就發現 老師你對這塊硬體怎麼不熟 就不熟啊 因為我跟你想 就那個學期一起學的 好 Anyway就是還是學都會嘛 這沒問題吧 好 然後就是說呢 那也因為這件事呢 導致我那時候就 因為不能碰手機嘛 講明白就是不能碰手機 不能碰消費性電子產品 所以我後來怎麼辦呢 我就去設計人造衛星嘛 然後設計火箭嘛 設計一些公益控制 那像這邊的話我就有遇到 就是在某一個跟Apple有關的供應商 我們就在一些嚴苛環境 就是一些高壓電啊 還有一些什麼要 可能會有一些環境是需要有斷電保持的 就是可能那個供電不穩定 在印度 印度其實供電是很不穩定的 好 那總之就是說呢 也因為這件事呢 導致我對這些詞彙更在意 就是說我以前對這個詞彙只是知道說 我前輩你們學什麼 跟我講什麼東西 但是我現在來講的話 對詞彙來講 我就是我認真覺得大家一定要把跨領域當一回事 我們在大學很多時候都講假的啦 跟你講跨領域的人 誰跟你跨領域 什麼叫跨領域 跨領域就是你在一個領域站穩腳跟 然後你踏入另外一個領域 比方你在Compute Science踏得穩 然後你去做自動控制 你在Compute Science踏得好 然後去做什麼 去做剛才講的火箭 做航空 這就叫跨領域 但是前提是你在某個領域要踏穩腳步 否則那個叫什麼 那叫做 舟馬看花 因為你這個沒學到 那個也沒學到 那也沒學到 一下跳一跳去 所以下次寫新聞 不要給我寫什麼跨領域 你跨領域 你之前領域要做得好 然後也不要跟我說什麼轉換跑道 拜託 轉換跑道 那是公圍的話 轉換跑道是我們公圍一個人 公圍一個人說 他跳下去也不知道幹嘛 就是講話比較客氣 那種話是講跌人 不是講自己 然後 這邊我就講hash function 或者說講對應的中文叫雜錯 雜錯玩數 但是你到了某些地方 你就知道該變哈希就變哈希了 然後如果說所有的值 經過這個hash function轉換之後 都會得到不同的數值 就是不同的 就是他數值連不會有碰撞 那我們就稱呼一下 perfect function 或是perfect hash function 然後注意到這東西 是可以產生出來 可以算得出來 perfect hash function 然後甚至有專門的工具 Gnu有專門的工具 可以幫你建立 perfect hash function perfect hash function generator 就是簡單說你給他一組數值 你給他一個數值 然後你會產生對應的這個 對應的這個hash function 那注意到這件事的探索 要找到一個合適的hash function 是很花時間的 所以這個套件 它讓你可以找到 它可以讓你建立這樣的一個 perfect hash function 但是這個是一個不低的成本 但是實際上 perfect hash function很難做到 應該說更精準的說法是 perfect hash function很難找到通用的 就是像剛才我們有介紹一個 Gnu的工具 可以幫你找perfect hash function 但是它是有限制的 它是限制在特定的dataset 也就是說如果你在指定的dataset以外的 那很可能就這樣 那就不再perfect 所以底下在探討什麼呢 尽可能讓它接近perfect function 所以就是這個策略 當然就是說我們希望計算的複雜度要低 有些hash function 乍看知道它可能perfect 但可能需要很多空間 或者時間複雜度 然後這都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 那creation減少這個不用講 這是hash function的設計目標 然後要避免一個clustering clustering是什麼 就是還記得剛才那個bucket 對不對就是剛才一個hash function 對不對就是什麼 有個John Smith 還有就是 不同人 它可能會有一個什麼 它可能就是last name可能接近 那導致什麼 導致某些bucket會存很多資料 然後某些bucket會存很少資料 這個就是我們不想看到的 就是它可能它沒有碰撞 但是就是太接近了 這會導致空間運用的效率問題 好 那底下就跟你講說hash function的做法 它有幾個方式 最單純的方式就是用這個 modulate module預算 就是division 這個分類叫division 然後 當然問題就出在這個n 這個n呢 一般來說也需要很大 很大的指數才會有效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不會直接用這個division 不會只使用division 因為這個n的使用很關鍵 而且division呢 其實它的那個成本其實不低 就是做 因為本質上的儲法 儲法要耗費的時間 在很多處理器架構都是很花時間的 然後也可以做平方 平方之後再看更高 然後就是一個 然後還有一個folding folding addition 然後 上面都是一個t字啦 那不過最常看到的還是這個 就是因為我們不知道這個keyValue分佈 所以事實上是用這個乘法 乘法的方式 好 這個乘法方式的話呢 就是 它的關鍵在哪裡呢 它關鍵就是說呢 我要挑一個夠大的值 我就挑一個key 然後我挑一個夠大的值 然後我開始要就是什麼 它可以增加一些 增加一些數值 然後這個增加數值 這個是一個很關鍵的事情 就是說呢 我把一個值 就我的key 然後乘下一個常數a 然後a的取捨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講 然後呢 找出它小數部分 那承認到特定的值 那取整數部分 然後 那這樣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讓它的這個bit 就是你想說我今天的輸入 可能是很小的值 可能很大的值 但是我透過這個方法 用這個乘法操作的方法呢 我一下取小數一下取整數 讓它這個bit 每個bit打亂 所以呢就是 就像那個雜錯 所以你知道 這個雜錯呢 這反應實在很棒對不對 就是這個 然後你會發覺這個雜錯 什麼時候出現了 其實這個東西1980年代就出現了 那哈希什麼時候出現了 1990年代 下半年才出現 那你說上半年用什麼字 其實上半年他也說用這個字 因為你到中國有些刊物呢 早期其實都會拿那個 拿我們中華民國的那個文獻 那因為我在中國有有監客 所以有時候會請我的研究生去幫我 找那個圖書館書 那其實圖書館很容易找到的嘛 很容易找到那個不難找喔 不用很 當然歷史要規模要久一點 像蘭州大學有一點歷史規模的 就是有一點歷史 就是不要太成立太新的啦 那就像我 我有時候請我的研究生 我知道學生去學校這邊找 其實可以找到好幾本 就是我們顯然從中華民國過去的書 但是你知道嗎 在那邊會包裝一下 那用語啊 然後就是繁體字 然後用語都是 都是我們這邊的詞 所以其實呢 我們使用這個hash function 其實這個字 這個雜錯呢其實是很精準的翻譯對不對 就是用語很符合它的那個 那個題目的設定 就是這個 它的這個hash function的設定 好 那林斯科朗怎麼用這個hash function呢 哇這個東西呢 很有趣 它的方法呢也是接近的 但是用到bit shifting 這個東西呢為什麼 因為效耗率比較好 好 然後呢 這裡面呢就很酷啊 就是有一些數值退檔 好 然後呢你看喔 就是說呢它的形式呢 就是原本形式是這樣 對吧 原本形式是這樣 就是說我今天先做k 對吧 然後我先取嘛 取它 取小數部分 再乘一個什麼 再乘一個m 那有趣的地方是呢 它做一個這樣的變形 你看喔 這個東西 對不對 這個剛剛提到這樣 乘上一個常數a 取小數再乘m 然後再取整數 對吧 這一段呢其實應該是要對應到 這一段 但是linis kernel呢 是這樣子做的 好 好 那我們先假設它 它是等價 那顯然呢 運算量就差很多 對不對 運算量來講話呢 就是這邊來講話呢 衝到位移 對吧 還有什麼 懲罰 然後2的w次方 其實本質上還是什麼 就是懲罰跟位移 好 那所以你看看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這件事呢 它的運算量可以大幅的縮減 但是可以得到等價 好 那底下呢 就是有一些探討呢 請你花一點時間看它 就是我們就做一些數學推討 好 那接著有趣的事發生了 所以你看 數學 有沒有 數學很重要對不對 好 那我們用32元做舉例 然後呢 這邊呢 注意到它的程式碼裡面 大家看程式碼 程式碼裡面呢 有一個可愛的地方 叫Golden Ratio 你可能有聽過對不對 Golden Ratio就是 Golden Ratio就是黃金比例 對背後還可以涉及到好幾本書 然後 而且這本書呢 這件事呢 背後還可以涉及到好幾本書 好 然後注意到呢 我們剛才提到啊 就是說 在這個操作呢 就是原本呢 我們在乘法的 乘法取hash function這個方式 就是我們用那個 乘機法 就是這個 就是 先取小數 然後再 然後再取整數部位 那這個東西的機制呢 就是 本來它是乘法 然後我們有一個 在Linus Kernel裡面 推導一個什麼 推導一個等價 但是運算量更低的一個機制 然後呢 Linus Kernel呢 會有一個很有趣的事 就是說呢 它先取一個東西叫Golden Ratio 再 再 再乘以2的32次方 所以它就是 它有一個Golden Ratio Golden Ratio就是 你知道那個黃金比例 我們等一下講 然後 它把這個值呢 乘以2的32次方 這樣的話就不用碰到伏點數 因為黃金比例 顯然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時數 然後 但是在電腦裡面 處理時數很麻煩 那 所以把這個值先乘以2的32次方 為什麼是2的32次方呢 因為後面呢 操作呢 就碰得到 就 會跟這件事有關聯 好 然後呢 呃 後面呢 你可以看到這U32 U32就是32遠長度的 onsine integer 好 那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要做 還記得剛剛那個吧 因為 因為那個 乘A 乘A這件事我們已經做了 而且還額外先乘一個什麼 2的34次方 好 然後接著呢 要處理的東西呢 就是 這個 就是 我們剛剛有A了嘛 所以現在要做這個 做這個操作 所以這個就是 K乘以2的W次方 好 好 然後呢 我們剛才有講到 就是說 要做什麼 要做 左移 所以這個東西要做這個左移 好 然後這個值呢 一樣也先算好了 好 算算算算 好 今天我們要開始講Golden Ratio 所以你看喔 剛剛那個東西呢 關鍵程式碼就這幾樣 幫他列出來 關鍵程式碼就這幾樣 但是你用眼睛看 一直看 努力看 還是看不出所謂來 對不對 你只看喔 倫敦這什麼鬼 這是希望什麼 比特可以打散 但是它背後的數學呢 這就是在上面 其實沒有很難 就是 你 很多同學會被我講數學嚇到 其實就是大概大學二年級 一二年級的程度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 黃金比例呢 黃金比例就是這個值 對不對 就是這個 這個A 0.618 然後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這個 為什麼用黃金比例呢 這個就是Donald Knuth 還記得Donald Knuth嗎 我們之前上課有講過 我還是提到 這個 哈佛大學的這個 那個 是哈佛嗎 真的 投運了 史丹佛啦 抱歉吧 哈佛啦 史丹佛教授 史丹佛大學的退休教授 那他最最最最最知名的那個 成就呢 他最知名的書 是這個 The Art Computer Programming 那這個就是他用一輩子的時間寫的書 他為了這本書呢 開發一套排版系統叫 Tech 然後你可能有聽過那個LaTech 就是這個Tech的延伸版 然後 那這個 那這個 克努斯教授呢 他有中國名字 他的中國名字叫高德納 那 那克努斯教授呢 他在他的書本 就 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就 就提到 就是說他建議這個值 那用這個值的話呢 就可以去降低這個碰撞 好 那這邊呢 就做 用這個Golden Ratio跟非Golden Ratio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差異 就是說呢 我們如果用Golden Ratio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說這個點 就分佈的 就比較 比較 比較均勻 那法官說你如果取其他的值呢 那你把這個值 就這邊是Golden Ratio 你換成比例的值呢 你會看到這樣子 就是他太偏僻 就是BIAS 好 那所以這邊來講的話呢 Golden Ratio呢 作為A呢 是最均勻分散的 然後 那這樣也可以證明說呢 A的值對碰撞 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如果說呢 你的HashFunction沒有設計好的話 你可不可以得到這樣悲劇 這就是一天到晚就碰撞 所以如果說呢 是長右邊這樣的話呢 這樣的一個HashFunction呢 就品質就很差了 好 那當然 這樣的話我們就再 就說什麼 這就叫clustering的狀況很嚴重 好 然後呢 更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如果你去看Ninscone of source code 你看到Gitlog 那你不只可以看到 剛剛講的Golden Ratio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叫Golden Ratio Prime 那這是什麼鳥呢 這個東西呢 有趣的 就是呢 這是原本的城市嘛 後來呢 在這個版本呢 就感覺這樣 那底下呢 又有Kennusser教授的分析 有沒有看到Kennusser Kennusser在前面 那這邊的話就是什麼 就是又繼續去做那個探討 所以 Kennusser他的書裡面提到 在後續有在探討 所以 Kennusser在他的那個 The Art Computer Programming呢 就是有提到那個 提到那個 黃金比例的使用 那這邊來講的話 又做一些調整 然後 那這件事最關鍵的地方 是讓他的運算 對不對 就是讓他的運算更容易 然後他的 但是他的分佈 依舊是夠亂的 然後底下呢 有一些證明 請花點時間去看待他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去 說明他的這個分佈 那所以可以告訴他呢 其實他有一致的 就是一致的分佈 但是他的運算量 可以更低 那這邊有個練習 你可以去想 為什麼這樣的改寫 他會更 就是他會更快 就是做 當然最重要不是每個處理器架構都會 尤其在編輯器最大的打開的話 他可能落差不是那麼大 但是 這個就是 我希望我們同學也可以去切入 Ninsconto貢獻的一個部分 最重要我們不是為了貢獻而貢獻 而就是說我希望大家可以 體會到我二十幾年的成就感 就是 看一段 看一段程式 發現這是哪裡有問題 路見不平 拿Page來改 那當然現在來講的話呢 在今天這個局面 跟我二十幾年其實不一樣 所以我不會拿二十幾年前的標準來要求各位 我覺得那不合理 但是 顯然地坑裡面有很多地方是存在的 存在這種 可以去突破的 而且它有持續 而且就是說 持續我們可以把我們過去的所學 把它結合在一起 所以可以看到來講話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Hashtable的實作 讓我們複習了Link List的實作 讓我們複習了這個Indirect Pointer 這個指標的指標 然後讓我們複習了這個 就是說 比如說 在選這個Hash function 對不對 然後要怎麼去找一個BYS 然後就更 就是 就怎麼改寫 讓它對BYS更友善的 然後要了解它的這個 這個Hash的分佈 那注意到我們在第一週的 第一次的作業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我們有個要求是什麼 就是講那個Entropy 我怕你忘記了 Entropy 然後注意到Entropy這個東西 在後面還會提到 因為其實Kerno裡面 大量存在Entropy 好啦 怕你不相信 你看 你可以找到一大堆喔 不是一點點 一大堆 就是 Entropy 好 這右邊有寫 This kernel source code Entropy 好 好 要看Commit 最大有時候Kerno會找不好 對 所以你看這個 所以看到這個東西 就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你看 有544個Commit 跟那種Entropy有關 就是 對 這個code搜尋 以前是好的 但是有時候會壞掉 所以就是 你還是最好自己下載一份 Kerno source code 然後 我是因為線上 然後因為 我教學的方便 所以我打開瀏覽器 因為我不想要再 一堆思商切來切去 你可能會覺得不舒服 但是 就是請你一定要 自己下載一份sauce code 然後 你就會看到 感受到這件事 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課堂上講的一些 詞彙啦 講的一些概念 其實在課堂裡面都有 而且是 出現很多次 對不對 500多次 好 然後我們在這個 裡面有講到這個 亂數跟這個論文的閱讀 就會講到這個 Entropy Entropy 好 這個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要講到Cerno Cerno Cerno 對不對 講那個什麼 資訊理論 對不對 這個 對 就是 那個 我們的電腦組織寫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Alan Tuning 其實還有那個 那個 Cerno 那Cerno發展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叫做 Information Theory 在Information Theory裡面呢 他提出一個 Entropy的概念 那Entropy的概念就是這個 就是 他其實從這種機率觀念去設想 就是一個事件發生機率越低 當它真的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出現的資訊越多 就像那個 中那個什麼 中那個 中樂透 對不對 中這個 中獎機率呢它就很低 但是一旦發生的時候 你就記得 哇這個中大獎好厲害啊 對不對 那反過來的時候 有些東西反覆出現 對不對台灣的交通亂象 就是一堆違規違規 違規本來應該要怎樣 就是違規本來是要注意的 但是因為你在台灣的馬路一聽到 就看到違規了 你反而說 今天大家都遵守交通規則 就覺得 哇操怎麼大家都遵守交通規則 突然什麼事啊對不對 是警察要站崗 還是總統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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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視察對不對 就是 因為什麼 因為交通亂象太多了 違規太多了 所以遇到交通突然整齊了 發現大家不違規的時候 你才會覺得 哪裡怪怪的 好 那總之就是說呢 在這邊來講的話 這個entropy呢 我希望你從這邊了解它的意義 那因為這件事跟什麼 跟那個RNG 就 PNG Suedo Renal Number Generator有關 然後在 Ninx Kernel的 跟亂數 有些地方也有關聯 而且我希望呢 就是從 我們第一週開始 我們這學習會希望加大 那個 大家貢獻力度 因為我們在 2021年跟2022年 那 已經有七個同學 貢獻在Ninx Kernel 那我希望可以繼續往前走 好 那繼續探討 為什麼你要學習西元 一樣這個錄影 自己回去看 然後呢 注意到連西元的發明者 Dennis Leach都講 西元就很便扭啊 就是語法真的奇怪 我記得那時候 我是國小開始寫程式的 但是國小寫程式就是好玩而已嘛 然後國中就開始接觸到西元 然後就是覺得奇怪 這個 就很便扭啊 就是 什麼大括號啊 還有一堆指標啊 然後那個就很討厭啊 就覺得奇怪 我就覺得 腦袋轉不來 我覺得組合員還簡單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也程式也小啦 就是 你不要覺得 小學寫程式很神奇啊 因為 你可以問你爸你媽 以前電腦 沒辦法做什麼事啊 寫程式就是 少數能用的事情 然後那總之就是說 那時候呢 我就 覺得西元很討厭啊 所以我 我國中沒有學 學一下下就不學了 因為覺得西元很討厭 然後呢 高中才開始 重新學 所以就是說 你看我小學就是 學basic嘛 然後學組合員 那對我來講 組合員也沒什麼神奇的啊 反正就是 一堆東西的組合堆積嘛 就是 那 因為很多時候也是把書本的範圍 拿過來改 其實也不是什麼創新啊 那西元就是 連書本上範圍拿來洗 都會覺得怪怪的 因為 不小心寫錯一點 就爛給你看 然後指標沒有存在好 就爛給你看 然後那個 以前那個排版又爛嘛 書本的排版不好 有時候那個書本的排版 少一行人家也不知道 那少一行 程式就編不過了 或是編得過但跑不起來 然後西元呢 便宜的東西真的多事啊 但是剛好呢 又可以滿足系統軟體的 程式員期待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西元成為Linux 還有3BSD這一系列 作業系統的母語 這是一個 很重要的事情 還有一些新的擴展 像GNUIS Tension 那就是 來自GCC的擴充 所以事實上 並不是每一套西元編劑器 都可以編譯Linux核心 只有極少數完整的 編劑器 像GCC的CLAIN 才有辦法編譯Linux核心 當然現在最主要編譯Linux核心 還是GCC 可能還會有些問題 然後 今年是2023年 2023年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C23 C23 C23 standard C23會在今年發布 就是它已經定案了 那就是因為提交國際標準 持續要一點時間 所以就是 那之前的名字叫做C2X 就是C C 就是C 就是因為一直拖引 可能是21、22、23 但是終於 在這個 C23 終於在 2023年的那個 1月24號 定案 但是終於剛剛提到 定案之後到 正式 還是會有一點時間落差的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一個 我們來快速講C23 然後 最大 C原是一直變更的 最大這句話就不準了 就是 好 這就是我們教材有一個問題 好 就是說 此時最新的 的 的標準的確是C17 然後但是就是說 因為C23已經在今年Final 所以 你稍後看的時候 應該會看到那個C23 然後呢 在 C原的 正式的那個 名稱的是 ISO IEC 9899-2018 然後 它對應的標準是C17 然後 好起來 C17不就是2017嗎 為什麼它的名字是2018 因為就是剛剛講 定案 2017年定案 但是發布的是2018 就是主要 國際標準組織 都會有些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規範 那C23呢 是今年1月定案 然後 然後 稍後發布標準 好 那在C23來講的話呢 會 納入 以下的一些變更 那就是 TypeOf TypeOf的話呢 在剛才有提到 那個 List答案區 在List坑筒裡面呢 其實TypeOf出現好多次 像這個 這個TypeOf 就是它 就是它存在的時候 是那個 Ganood Extension 所以它其實 以前不是C原規格之一 但是呢 在C23呢 它變成 變成規格了 也就是說我可以拿來 使用ContainOf 而且是可以在 跨越不同的平台 然後 再來是呢 有考慮到並行 所以那個在那個 這個 C原在2011年的標準裡面 其實就講到 以前就講到那個 AtomicOperation 然後在C23的時候呢 又強制呢 去有這個 像CodeOnce 然後這個Once 在Linns坑筒裡面也會存在 像Linns坑筒有這個 ReadOnce 我們之後講 那個Lin Lin核心的Concurrency 的時候就會講到這些議題 好 然後 再次 這個 就是 底線T的 表示它是Type Define 然後它會有這個 Character 8 就是 然後 它對Unicode更友好的 你可以擺一個這樣東西 你沒有看錯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Unicode的東西 Unicode 符號 這個 這真的有 這個bomb 所以你可以寫這樣東西 這真的有這個東西 當然 在你的電腦上 可能印出來不是這樣 因為Unicode是規範它的順序 Unicode是規範它的排列 然後 像這個 這個符號是 是在 這個符號是 Unicode 6.0的時候推出 當然要受限於電腦的自行 如果電腦上的 尤其你用Windows的話 它的 Unicode的支援程度會比較差 有可能會看到別的東西 有可能看到一個空空的地方 然後 像這個Unreachable 就是讓編輯可以做更激進的出交換 過去它是Gnu Extinction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C23其實把蠻多Gnu Extinction搬起來 所以 那你學Ninist kernel 剛好也可以學 剛好也可以把C23的東西拿來學習 然後 以前 配置記憶體的時候 尤其配置一個 宣告一個陣列 也是很麻煩 你宣告一個陣列的時候 你要保證那個陣列裡面內容都是 都是empty 都是initialize to zero 但是我現在就可以這樣 就是 用這樣的語法 就是取代MemoryState的呼叫 反過來說 你在C23裡面 如果去指定一個特定的值 比方指定一個初始化 把它初始化成0 其實 編輯器 C23會呼叫MemoryState 然後 它會支援 C23也支援最新的復領數標準 像ISOIEC2022 以前有一個東西叫Static Assert 這個東西在做什麼 因為Assert是在執行時期 Static Assert就是在編譯時期 原本的Static Assert是需要兩個參數的 需要兩個參數 但是在C23的話就有一個參數的版本 就是Static Assert Static Assert 它用法是這樣 就是需要一個參數 兩個參數 但是在C23的話就做一些調整 然後 再來是有些東西跟C++學習 像這個 undiscord maybeunuse 這個就是所謂的atribute 可以讓你去標示 然後再來是 有些原本是存在posits的東西 那就把它搬到C23裡面 所以像SDRN DUP 然後注意到在過去C89年代 就1989年的規範 1990年發佈的叫C89 或者叫C90 注意到C89也好C90也好都一樣 因為就是剛才講 定案跟發佈可能會差一年 然後在C89或是C90年代 其實編譯器可以用一補數也可以用二補數 但是在C23呢 就跟你說我們這個系統只能用二補數 你說這個東西 二補數都用了幾十年 為什麼現在才規範 因為考慮到相同性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然後同樣的過去的編譯器 它會支援CAN的風格 不知道的話就是 來來來我還是看一下 CAN的風格呢 你在某些比較老舊的程式碼會看到 可能有時候在Google搜尋會看到 在這個CNR CNR CNR呢 那個R呢 就是Dennis Rich那個R 那CAN他不是那個CAN 是另外一位 它的CANR呢 是 CANR CANR的Function Function 它的 最顯著的就是Function的宣告 好 CANR的Function宣告是這樣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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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重在這個Function 然後它的形態呢 各自標的 那S的時代就是說 一定 強制要跟你放在旁邊 然後呢 這個東西有好有壞 那 CANR當初這樣寫的 有一個很顯著的好處 顯著好處就是說呢 你想啊 這個Function 把它換成什麼 把它換成Max 或是Minima 所以呢 你就可以從大的都寫同一個 就是你看 我今天 要做 要做那個Messima 就找出A跟P 誰大誰小 那我就可以把那個後面形態放在後面 所以就可以用這個句集 把它放在這裡 就是A跟B 都是Integer A跟B都是Double A跟B都是其他的形態的時候 然後但是 NC的話呢 就會稍微麻煩一點 那不過呢 就是後來就是人們就覺得說 還是這個NC的 就明確 而且更不容易犯錯 可以拿呢 這個東西很酷的地方是 它可以不寫完 也就是說呢 像這個 這一行 IMTA 是可以不寫的 你說不寫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不寫就是IMT 在CANR的世界裡面就是 不寫就變成IMT 那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會有一個很亂的現象 就是早期嘛 就是有時候就是不是這麼嚴謹的時候 那不過後來實作就已經不一樣了 然後呢 二進位表示法 對標語就是這樣 就是你可以寫二進位表示法 你說靠我不是早就可以了嗎 不是 其實呢 編譯器裡面讓你可以寫二進位表示法呢 其實是什麼 其實是extension 其實它不是正規的 一直到2023年 這東西才變得標準 所以呢 你會覺得很荒謬對不對 就是1970在發展的戲原到現在的資源 就是二進位表示法 但是對 這就是標準 其實有時候就是這麼 就這麼那麼漫長 然後呢 數字表示裡面呢 它可以允許加這個分格符號 你說靠這個不是基本款嗎 對不起 C23現在才有 最大的標準的制定呢 它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這也是為什麼你要了解標準 你要了解同樣的程式嘛 為什麼在 就是換了編譯器為什麼變不過 因為規格不同 甚至有些編譯器它沒有完整 10座C99 10座C1 10座C23 那這些規格跟規格之間的變異呢 其實你多少還是要了解 你才知道說 這對新的規格呢 那舊的會怎麼因應 舊的會有什麼 有什麼資源的落差 好 這是你應該要了解戲原的規格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就是說這個地方 了解戲原的規格呢 其實是 也是呢 你了解系統 運作的一個 一個重要環節 好 那這個是我們之前同學寫的報告 那我希望呢 就是同學們啊 最終呢 呃 作業都可以寫到這個等級了 就是 注意到這沒什麼了不起的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就是 把他所知的東西整理起來 然後整理 然後做一些必要的實驗去解釋 好 然後 這個在做什麼事情啊 就是說呢 因為這個同學啊 對這個資訊安全很有興趣 然後 他就想要去了解說 有多少 安全漏洞 跟戲原標準的理解 跟戲原的這個認知呢 有關聯 其實我們在講 前面講數值系統的時候 就有提到 那這邊就 做一些更新 因為我們前面講的時候 例子比較舊 那這邊就是更新一些 新的一些安全立體 然後他就 他就找這個CWE 那這些都是安全 資訊安全通報 然後特別去看一些 像 Interge Overflow這樣的一個議題 然後呢 這件事呢 其實在過往呢 有很多很大的衝擊 像這個2014年的這個 2014年發生一個 世界上 Hurbridge 那Hurbridge Attack呢 就是說呢 因為當時的全球有 有一半的伺服器 其實都蒙受這個樣的衝擊 因為我們伺服器 網頁伺服器要支援HDVS 那為了要支援HDVS 就需要TLS 那TLS呢 背後的實作的機制呢 往往當時 就是用OpenSSL 但是很不幸的地方是 OpenSSL裡面呢 它的這個 呼叫到Mame State的時候 缺乏範圍檢查 你們發現這件事 跟我們前面講的 FreeVS D的那個例子 是不是很像 對 然後例子都是這樣的 就是缺乏對範圍的檢查 那當然說 你說那系列好麻煩喔 就是 會犯了一堆錯誤 那說有沒有一個解決方案 所以 事實上呢 現代的系統呢 並不是只是 讓你撰寫程式碼 然後讓你編譯 讓你執行那麼單純 我們會搭配 Edge Sanitizer 像你在第一次的作用 應該就會一直到 Edge Sanitizer 去搭配 就會在編譯時 增加一些什麼 增加一些 增加一些 執行程式碼 然後呢 讓你搭配去檢查 檢查這個程式的執行 那當然這些東西 多的是 像什麼 Edge Sanitizer 或是 Undefined Behavior Sanitizer UB Sanitizer 反正就有一大堆 這種系列 就是可以去搭配 在執行時期 好 那有些會是像你在第一次 最已經看到CPU Check 去做什麼 去做編譯時期的檢查 休息一下 休息到 然後 兩兩 15 好 那 我們剛才在休息前呢 提到這個 這個報告 那這個報告 就是在探索 這個 資訊安全的問題 是很多元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其中呢 存在一些 跟細緣 規格 有關聯的 好 那最後這個 畢竟這個是 之前的報告 所以這個一些 實驗會比較舊 然後 我每一年 學期的課程 我會斟酌 每一年課程 我會斟酌 看一些實驗做得比較舊 可以要求一些學員 把這些實驗重新做 那我的目標就是 要我們可以建一個 建一個這種 開放的 開放存取的材料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 就是我們在國立大學 應該要對得起各位納稅人 那我想這是一個責任 那 大學獲利的方式很多 因為就是 就是很多方式 但是這種教材 應該要是要保持是 開放可以存取的 就是我覺得是 國立大學一個基本的 應該是基本的底線 那但是這件事呢 就算要開放也 不是那麼容易 對不對 有心開放跟 開放出來有用 是兩件事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有心開放呢 做出來的東西也是要有用的 好 然後呢 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說呢 這邊就提到一些例子 那這個例子呢 好 那例子可以看到說 在西原規格裡面 就會提到說像 Integer Conversion 跟Integer Promotion 然後呢 尤其是 Integer Promotion 這本質上會 會有一個很大問題 一樣 你要看規格 這邊有對照看西 西的規格 然後 你為什麼要看規格呢 因為你就要知道它的排列 就是我們所謂Promotion 就會從小的 Promote到大的 然後這個東西的觀念在哪裡呢 就是你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我可能會把兩個不同的型態 東西做比較 比方說呢 Long-Long-Integer跟 Short-Integer來做比較 那就有一者呢 會被Promote 所以這個東西叫什麼 就是涉及到 剛才講的Conversion跟Promotion 然後 那 那 所以這個東西呢 是一個很 你說這個東西好簡單 聽起來好簡單 但是其實很難 因為呢 這個Promotion的時候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邊是Sign對不對 那請問Unsign的東西 跟它擺在一起會怎麼辦 這兩者 就是這邊你會覺得 這個東西太簡單了 對吧 就是不就是小的到大的 然後問題來 你把Unsign跟Sign 擺在一起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 這東西可難的 你看 這邊呢 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是Sign-Integer 叫SI 叫Sign-Integer Unsign-Integer 我們叫UI 然後呢 把Sign-Integer跟UI 放在一起的 Sign-Integer跟Unsign-Integer 放起來是什麼 是Unsign 所以注意到 這就是Promotes 為什麼呢 因為Sign-Integer的範圍比較窄 Unsign-Integer比較大 對不對 因為兩者差了 近似兩倍的差異 好 那所以這就是問題 懂得點嗎 就是說呢 你說這個東西好無聊 但是很多問題 是出在這種問題 不相信我們找一個看 Integer Promotion 然後再找什麼 找CWE CPE好了 CPE CPE是做什麼事情 CPE就是這個 就是公共漏洞跟PURU 就是揭露這些PURU 公共漏洞和PURU 翻譯好了 很難翻得好 然後呢 有好幾則呢 CVE就出現在 Integer Promotion 你看喔 這一則 因為時間關鍵我們不會氣看 但是你只要找關鍵字 他第一行就跟你講說 沒有好好的處理 Integer Promotion 所以你看 你看可怕了 有沒有 因為沒有好好的處理 Integer Promotion 導致什麼 導致駭客可以執行任意的程式 哇 太可怕了 對不對 然後呢 這件事呢 就是Integer Overflow 跟Memory Corruption 一起發布的事 然後anyway 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就是說呢 你看NISD發布的 這個就是 其實西元規格裡面呢 就是這些東西呢 就很細節 但是說真的 也因為這些細節 導致呢 我們很多是 很容易疏忽 那反過來說 這也是各位的機會 各位要去貢獻程式碼 或者去穩固 強健 讓這個程式碼更強健 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切入方式 然後呢 再來是像生命周期 那就是Dangler Printer 那在西元規格書裡有幾個字 他就講Lifetime 然後我們前面提到 就是在西元規格書裡面呢 什麼叫物件 物件就是 有明確的儲存空間的東西 就叫物件 那一個物件呢 它既然有明確儲存空間 就會有對應的生命周期 然後呢 這個Dangler Printer呢 就是什麼 就只是一個指標 不再使用的時候呢 但是你接著還是去用 比方說我去free 我有一個指標 原本它是有保存特定的空間 然後我就配置特定的空間 然後我就free掉 然後我接著繼續用 挪作脫 它用 這樣的東西叫做Dangling Pointer 然後呢 所以呢 為了安全起見呢 其實應該不再使用的指標呢 應該是什麼 在free之後呢 把它設定成NOW 然後當然是呢 這句話講起來簡單 再做起來很難 為什麼 因為程式碼很多時候不是你寫的 就是 就主要很多時候不是你寫 不是做你抄襲的嘛 就是 有家工作的朋友都很理解這件事 你絕大多數的程式碼都不是自己做的啊 對不對 絕大多數程式碼都是什麼 已經有了 在你接手這份工作已經只有了 它可能是open source的某一段程式碼 或者說來自前輩們的程式碼 很難說你一個程式碼都是從未到尾去寫的 那很難 就算有呢 可能老闆也不會浪用 這講起來比較難過啊 所以你要珍惜你在大學的時候啊 因為大學是少數人 你可以從未到尾去寫程式的時候 因為後來就沒什麼有這樣的機會啊 那面對的不是自己寫程式碼呢 什麼問題呢 各式問題就會成出不窮地冒出來 然後CWE這個used are free 跟上面很像 其實也是生命中期的問題 用到已經被釋放的空間 然後底下有些釋放 然後底下也做一些實驗 然後剛好 像那個EY加SI對不對 就是其實這個東西呢 其實它的那個範圍 Interview Promotion 有關聯 那底下有一個對應的程式碼 然後還有相對應的實驗 好 然後 好 那接著呢 我們來繼續講那個 這個 西元裡面 有些機制呢 特別是跟Linus Kernel 高度關聯的部分 好 那第一個呢 就是講這個 機體管理 對齊跟硬體特性 那注意到這個講座呢 我之後呢 我把它拆開來 因為 這個 還蠻困難 就是 我常常會被同僚問到說 這個講座啊 這個什麼 你所不到西元講座啊 到底那個閱讀順序怎樣 這個閱讀順序啊 這個這個 我必須誠實跟你講啊 他沒有閱讀順序啊 你想讀什麼就讀什麼 就是 你想 看指標就看指標 你想看 遞毀就看遞毀 你想看 前置處理器啊 或是東南編譯器就好啊 他沒有什麼特定順序啊 畢竟 畢竟就是講你不知道的東西嘛 所以就是 我們針對是已經實際寫西元程式的 好 那如果說呢 你完全沒有相關的經驗 沒關係 你可以看這個 李更毅博士啊 的那個西元路本啊 非常的平易近人啊 就是很少見 很少見 很少見的這個博士啊 好好的跟大家解釋啊 把大家當作高中生慢慢的講 就是很感人啊 那對不起啊 我不是這種人啊 我呢 就是嘴巴比較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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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不知道怎麼講自己啊 就我希望你誠實面對自己啊 對吧 所以說講一些比較 激進的話 但是就是 意思是一樣啊 好 那既然這個講座呢 是針對已經寫西人啊 所以你是哪裡不會學哪裡 然後順序就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而且這些順序有時候會一直拆解 好 然後呢 這個講座呢 是比較舊的講座啦 去搭配看這個錄影 那有些內容 內容還不至於錯啦 就我一直在調整 但就是說 有些應該要把它拆開來 應該就是記憶體管理跟那個 呃 對齊 好應該要把它拆開來 好 那這邊呢 需要一些背景知識 就像指標篇 那指標篇有些西元規格去搭配看 然後 好 那這裡呢 好玩啊 好 那你看喔 這是 A pointer to a pointer to void 對不對 然後 那這個是什麼 A pointer to integer 對吧 然後呢 現在有確定要什麼呢 如果呢我把這個東西呢 這樣的 A pointer to a pointer to integer 轉型車 A pointer to void 是OK的 然後呢如果說呢 把A pointer to void 轉型車 A pointer to a pointer to void Not OK 喔 那注意到呢 你說 欸 你說 你可能會 尤其已經該工作的朋友 看到這句話就搞屁啊 對不對 我不是每天都在做 我是不是常常在做 注意到呢 西元呢 它可以保證你可以安全的轉 把這個東西轉 就是 就是 就是西元呢 它可以讓你 用強制轉型 可以轉成這個 A pointer to void 所以有人把這個東西叫萬能指標 但是呢 西元沒有保證 它沒有保證說 你把這個東西轉成成那一型型態 再轉成原本的型態 都知道 西元是不保證的 不保證 然後 那 那這時候就要講到說 為什麼有這個東西 注意到 在那個KNRC的那個年代 是沒有 沒有A pointer to void 那這個東西呢 是在NCC才加進來 NCC之所以做這件事呢 就是要求呢 這個開發者呢 必須要 透過強制轉型 或是 或是有對應的這個轉型機制 就是有可能要把一行序路程 拆成多行 才能夠存取最終的這個object 在以前呢 在KNR的年代 那個指標呢 你不宣告 類型不特別宣告 裡面寫個A也可以 它就變integer 然後呢 你可以直接 指向A的指標 你可以 依據你的喜歡去存取 然後 但是呢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問題是很大的 因為有可能在Derivant是會出錯 也就是說你今天 把一個型號放在一個指標 變數前面 指標型態變數前面 要嘗試取值的時候 那就可能會出錯 那ACC呢 就特別要求 A Pointer to Void 那要求呢 一定要做強制轉型 還有顯示的轉型 好 所以這就是 A Pointer to Void 的存在 降低 RM Defined Behavior 的發生 但是呢 這句話還是沒有解釋 為什麼這件事 這個 西元不保證你這個 這個呢 要解釋呢 其實蠻困難的 這是為什麼後面會講 然後呢 為了解這個講座之前呢 你應該還要再看一個什麼 還要看這個 韓式呼叫篇 看說怎麼去傳遞那些指標 然後呢 這邊呢 就講到這個 記憶體的階層 什麼叫Memory Hierarchy 就要這張圖呢 其實過時了 所以晚點 晚點呢 晚點要更新 晚點要更新 晚點要更新這一塊圖 好 那這邊呢 可以看到說呢 Register是在 CPU裡面 所以跟CPU一樣快的東西 那就是它的存取時間就是Nail Second 注意到這個值已經 這個畫面子已經過時了 你現在來講的話 Register就是一個Nail Second 一個Nail Second 就可以完成了 在現在主流的這個電腦 很多都會做到這種效率 然後Level1 cache呢 就會比那個Register再慢 但是還是可以接受呢 就是兩個Nail Second 或是五個Nail Second 這種數值 然後到Level2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數值已經大幅增加 可能就是差個兩倍 或是到五倍這種距離 然後呢 到主記憶體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說呢 你可以看到說 跟戰略器相比的話呢 就差了什麼 就差了100倍 或是接近 或是類似的數值 當然還有更慢的 就是說如果你去對比 像不同的 不同的儲存媒體 可能會有不同的速率 但是現在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呢 一些傳統的儲存媒體 一些像是網路類型的傳統媒體 然後有可能跟你的主記憶體相比的話呢 其實這些高速的媒體呢 其實跟主記憶體的速度 可能不相上下 甚至有些媒體呢 可能會比主記憶體快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但是它是一些特質的硬體 然後所以呢 這張圖呢 最主要就是當參考 這也是為什麼要畫一張新的圖 因為這些技術都很大的變更 但是從這張圖 你給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呢我可以讓資料存取呢 在佔領器 儘可能用佔領器 當然是最快的 或是儘可能把它放到Level Down Cache 這也可以達到很好的效益 因為Level Down Cache 跟主記憶體相比呢 它也是差了什麼 也是差了十倍 然後主記憶體跟佔領器相比 或是跟CPU內部的操作來比 就可以差到一百倍的規模 然後呢這邊呢 要講另外一件事呢 很有趣的啊 就是說呢 虛擬機體跟現代銀行是很像的 是什麼呢 就是說呢 現代銀行呢 現代銀行呢 其實它不需要 就是以前我們小時候會有一個詞嘛 就是說 講一個人 你講一個人很有錢 或者 或是揶揄一個人 家裡沒那麼有錢還裝扩 就會說 你家開銀行的 就是類似的 就是現在比較沒聽到這句話了 可能是真的是 真的是有人家裡開銀行的 例如呢 本系的校友呢 本系的校友 就有一位是那個 某知名銀行的那個 少東 少東的兒子 好 所以這個 什麼 什麼 你家開銀行真的不亂講 本系的 本系的那個 系友 就有一位是家裡真的是 才開銀行的 就是知名的銀行 現在也很少聽到這種話了 好 那你看現代銀行呢 有趣的地方是呢 它的現金儲備不用很多 依據法規來講 就是現金儲備只要百分之十 現現金儲備 好 就是 其實呢 那個 就是當然要看那個 那個那個 不同政府啦 那就是 其實就是說 那個其實現代銀行的 大概就是現金儲備率 就是就是 可能百分之十一這種數字就可以了 然後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那你說 奇怪 現金只有百分之十喔 然後只有百分之十的話呢 那其他百分之九十在幹嘛 其他百分之九十就是在資本市場 到處流竄啊 幫你以為錢怎麼賺的 然後呢 虛擬機體跟這事其實有點像 就是說呢 你看喔 現在銀行我剛才講的 就是它會有個現金儲備率 那當然不同地方不同啊 可能有百分之十一 百分之十三 或者更多的數字 但是有趣的地方就在於這裡 就是一家銀行 比方說好 這家銀行就叫知名銀行了 知名銀行它其實它真正的 它宣稱它有一百億 它事實上呢 它真正的現金只有十億 所以只要全部的都去擠 都去把銀行戶同的錢領出來 領到十億的時候 這個銀行就這樣 它就沒有現金了 那當然就是完蛋了 對不對 就沒辦法運作了 但是呢 多半的時候為什麼銀行可以運作呢 因為多半的時候呢 銀行它宣稱它有一百億 它把十億留在自己的銀行裡面 那其他的九十億要幹嘛 就放貸 然後就是 投資 反正有各式各樣的操作 然後因為放貸也好 投資也好 過一段時間會拿回更多錢 雖然有些會是呆帳 但是整體來講呢 只要這個數字 比那個九十億大就可以了 它不用賺很多 現在銀行有很多操作方式 你以為這樣結束了沒有 這個銀行還可以再去什麼 再去做別的事情 所以那個刺激房貸就是這樣幹的 這個就是不解釋的 然後總之你就要理解一件事 就是什麼 新代銀行 它其實它的現金不用放很多 而且呢 剛才講的東西呢 還是因為經過一系列的 金融的法規的調整才變這樣 以前呢 可能銀行的儲備可能只有5% 照樣可以運作 然後這件事呢 跟虛擬技術超級像的 還記得前面講的All Commit 對吧 就是說呢 其實呢 Malloc呢 它其實它背後呢 因為Malloc是運作在哪裡 運作在Linux kernel之上的 所以Malloc它不是系統互交 你看到 Malloc呢 Malloc去查的話呢 它的分類是3 3是什麼 3就是 有沒有看到 你常常有時候看文件的時候 看到這個 就後面解個數字 3就表示什麼 表示它是一個Library Core 就是它只是一個 韓式庫等級的一個function 它不是系統互交 那什麼是系統互交呢 是後面寫2的 表示這個BRK BRK後面標個2 表示系統互交 所以注意到BRK 它是系統互交 它可以拿來實作Malloc 但是Malloc本身呢 它不是系統互交 它只是一個Library Core 然後呢 因為前面講過 就有Over-Commit這種東西的 其實你要知道就是說 很多時候我們Malloc玩 會去檢查 檢查這個指標是不是有效 但是這件事 不要說你檢查覺得有效 就太早開心了 這是不行的 簡單來說 現代的電腦 電腦的作業系統跟硬體 其實它做的事情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支票 那麼呢 對線呢 就是能不能對線是一回事 怎麼搞屁啊 這個東西怎麼那麼奇怪 但是這件事好處很明顯 就是你可以做很多事 就像你高中時候的事情 你想想看你高中真的很厲害 你高中叫神勇啊 你看很多同學高中說 很厲害的啊 對不對 讀那麼多科目照樣表現得很好 就讀大學 對吧 你說老師我西元不好 那請你告訴我你哪一課好了 我做一些我考得不錯啊 我95 然後多問問問問 然後就死給你 就死給你 死得很難看 他說 可是老師沒有教那麼多啊 老師不教難道你就不學嗎 對啊 唉 你看就是這問題了 對不對 你高中說老師不教你會不會學 老師不教你會學啊 為什麼 因為 你知道老師教的只是考試的一部分 對不對 但現在不一樣對不對 難過啊 唉 想到就難過啊 我們一個大學 教的還不如高中 對不對 像我以前呢想問學生說 同學 誠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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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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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unction Core 我們有提到Function Core 然後就會有這個 不同的這個堆疊的處理 所以這個 不同的堆疊處理呢 就會有這個不同的 呼叫端啊還有 就是所謂Color跟Cory之間的關聯 但除了這以外的話呢 其實在 我們再看張圖好了 怕同學還沒有看這個講座 韓式呼叫篇裡面呢 其實有提到 有提到這個 Stake 的變化 圖很多啊 這裡有些圖也都過時了 所以也要重畫 很討厭 因為以前講的時候是三十二元 所以那些內容要重新整理 好 那注意看 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們在系統上 我們在 Edge Space 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劃分 注意到不是每一個做系統都這樣 但是就是一個概念上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經典的設計 你可以看到說兩個部分 一個叫 HIP 一個叫Stake 我們剛才講的 Malloc跟Free 其實在Stake 抱歉 在HIP這一層 然後呢 在Function Code的話呢 它的增長是Stake 一般來說 HIP跟Stake它的方向會是相反的 然後他們其實都會有特定的一個空間範圍 所以其實我們HIP也好或是Stake也好 其實不應該超過 超過這個 當初規劃的範圍 那這個規劃怎麼規劃呢 就是作為系統跟編輯器 還有 執行環境要去界定的 我們大概理所不到西元的 有一個講座就是講這個執行時期 執行時期的環境 就是所謂的C runtime 簡稱叫CRT 那CRT就會規範Stake跟HIP 當然這件事呢 編輯器要射入 然後作為系統也要射入 然後可能一些開發工具也要射入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 既然我們剛才講到Stake的話呢 基本我們要看到哪些東西會放在Stake 哪些東西會放在Stake呢 這個東西就有學問了 放在Stake的東西呢 會有像 在Function Code裡面 在被呼叫的那個Function呢 它就會有ReturnAddress 才知道要回到哪裡 就是回到Colar 呼叫端叫Colar 被呼叫的叫Coding 好 所以我們這邊至少一定要放一個ReturnAddress 或者不知道 要回到哪裡 然後呢 再來是這個變數的區域變數 然後呢 注意到呢 在C99呢 有一個東西呢 叫VLA 就是變動長度的陣列 然後這個VLA呢 一般的實作呢 其實就是 它有很多實作方式 但是 只要是空間允許的話呢 編輯器可以讓你在Stake裡面實作 也就是說你可以用這個區域的空間 但是呢這個問題是很大的 因為這個Stake呢 其實它會有特定的範圍 那如果說呢 你這個Stake超過的話呢 就會遇到什麼 Stake Offload 那這個其實會影響到這個安全的疑慮 所以呢 在Linus kernel裡面呢 其實是禁止用VLA的 然後在我們第一週的作業呢 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也是禁止用VLA 這件事就跟Linus kernel規範一樣 然後這個Slave呢 我們之後就講 凡是在這個基地配置器 然後我們有另外一個講座的講 Linus核心的這個基地管理 然後也會講到這個Slave跟Copy and Write 然後 喔對 注意那個翻譯 在這個中國翻譯呢 Keepen的翻譯成堆 然後 那台灣翻譯成堆積 那Stake呢 那個Stake的台灣翻譯叫做堆疊 然後 然後對來翻譯什麼 叫 然後 對 就翻 就跌 就 就是基 就反了 對 對 基 反正這翻譯很多種 就是會講那個 也可以講跌啦 反正就是 那很亂就對 然後反正就是 中國翻譯就喜歡翻字短 但是很容易翻錯 對基跟堆疊 你說翻兩個字有沒有好一點 其實沒有 所以如果說你怕搞錯話 還是寫英文吧 就是寫Keepen跟Stake 好 但是有時候我們 我們有時候會避免英文太多了 比方說那個像 NayworkStake 我們就把它翻譯成網路對敵 因為 因為不會有 NayworkHeap 就是有一個詞叫 NayworkStake 就是你要做那個網路通訊嘛 所以它有什麼ProtocolStake 它是一頓對下來 它就不會有 NayworkHeap 就 就 就不會有這個字啊 所以那個字我們就把它翻譯成中文 有些時候我們 我們希望避免誤解 所以有時候我們也用 我們保留原文 太多東西用原文寫不好 就閱讀上很亂 好今天我们讲关键东西了 alignment 那注意ください 这东西alignment 太多啦 这个东西太太太太太太太 太重要了 好好比方说你在lynusa.nlosialignment 你会找align align跟库 align呢你会找到一大堆 哇你们有9k 对不对 就是会出现了什么 9千次啦9k 然后这个东西呢 太常见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讲 好 既然我们前面讲了 就是说在西元来讲的话 物件的定义就是什么 物件的定义就是有明确出人空间的东西 就叫物件 所以让每个程式语言对不同词位的 都会有不同的定义 但是西元的定义真的简单 要有明确出人空间就是物件 所以在西元里面可不可以做物件导向 废话当然可以 而且Linx Cloud就有做 好 然后这我们之后的讲座 那我们先来讲Alignment 那一个Data Object 它会有特性 就是说你要有个明确的值 然后也有明确的储存的空间位置 或者地址 那Alignment呢 就是说呢 这个上面的Adress 可以被1248 那废话当然1一定出得进 然后 非得整出 那当然Alignment也可以不是针对 你会发现这上面是什么 就是2的密 就Power of 2 不要翻译成2的密次方 不要搞错了 这个错是很严重的 还是讲一下 因为我们汉语的东西很不讲究 然后不代表说大家做科学就不讲究 这是很危险的 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 密呢 在查询教育部重编国语词典告诉你什么 数学上一个数呢 自乘多少次 就叫乘方 比方说2乘4次呢 就是2的4次密 最大不是2的密次方的吗 不要写错了 是2的4次密 密就是乘 自乘多少次叫密 密就是自乘意思 那所以呢 4次就是自乘多少次 那Power of 2是什么呢 其实正确写法是A Power of 2 就是他可以2乘一次 2乘2次 2乘3次 2乘4次 就是这样 A Power of 2 那2乘0次呢叫什么 2乘0次就是1嘛 2乘0次方就是1嘛 所以你知道 就是叫次密 所以注意到 Power of 2的翻译叫什么 2的密 不要给我出 不要出现什么 2的次密 2的密次 不要出现这种东西 不是 他就是2的密 因为2的字成 很简单对不对 很简单 但是很多人犯种错 好 那我们看了 就说呢 注意到alignment不见得 是要2的密 那其实可以align成不同的字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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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是 但是上面写的1248 是比较常见的 好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讲 为什么 为什么是上面1248呢 因为是涉及到 电脑怎么抓取资料 呃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 电脑呢 它不会傻傻的 每次都是一个byte 接着一个byte去存取 因为太满了 所以在我们事实上呢 我们在这个电脑的设计来讲话呢 就是 呃 比方说你64万元架构 其实你可以一次 抓取 8个byte 同理30万元架构呢 一次可以抓取4个byte 好 那这就是跟CPU架构的 这个 DNABUS的宽度有关 好 然后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看哦 如果呢 我现在是一次呢 可以存取4个byte 好 好 那我今天要存取的话 在哪 我存取4个byte 接着存取 接下来4个byte 然后呢 如果说呢 你今天遇到一个 状况 就是你的状况呢 不是向左边这样子 是这样子 你是分布从这边分布的 没有 它是分布到 1 2 3 4 就是 原本是0 1 2 3嘛 那结果你这要分布是 0 1 2 3 4的话呢 怎么办呢 其实你需要存取两次 对吧 你先存取上面 单纯下面 再把合并变成什么 变成这样子样 所以呢 这时候呢 就一个问题就是 你需要呢 需要做一件事呢 就是 你需要存取两次的记忆体 然后再说拼凑成 还是4个byte的空间 但是你需要两次的记忆存取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降低存取的速度 好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 起来这就是问题吧 对不对 然后这个就是影响到效率 而且呢 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其实会影响到资料的结果 因为呢 在有些硬体上呢 它会去做alignment 就是硬体会帮你做这件事 就是硬体可以让你任意存取 你说这样的神奇硬体是什么 很不信的 S86就是这种东西 S86几乎可以让你存取任意的 合法的page 只要那个page呢 是权限是对的 就MU设定有对的话 你几乎可以任意存取 那page里面的任意机体 不是 就是那个前点重要 是那个page page内任意机体 然后呢 所以在S86上面的程式码呢 你不用去管什么alignment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 就说 我奇怪 我过去写程式为什么没出错 因为S86保证了硬体可以帮你做alignment 但是呢 S86以外的处理器呢 其实或多或少都没有这个机制 所以这样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很麻烦 就是刚才提到 S86呢 是可以做 不用去管alignment 但是其他的处理器 像arm啦 riskify啦 然后power架构呢 其实或多或少都要处理 只是说呢 规则会不同 所以呢 你会发现 这个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其实存取机体呢 或者说指标呢 没有你想要的那种简单 对不对 其实你要搞清楚说 它到底摆在哪里 那你大概隐约可以知道 为什么 转型成那个appointed void会有问题的 因为呢 如果原本的结构强 要求你要做alignment 但是呢 你转型之后呢 没有做alignment 所以这会导致什么 导致你存取位置会出错 好 然后呢 为了要克服这个问题呢 有几个机制 就是说呢 要克服这个问题呢 有几个机制 就是 要么就是改变你的排列方式 就是说呢 我要求我的排列呢 就可能就对齐到 我的处理器的架构 像这个 这一段词字码就很有趣啊 就是说呢 像这个词字码啊 这个存取呢 没有 就是说呢 我这个结构体呢 包含做CHAR跟Integer 然后这边是有256个Integer 然后有三个character 那所以呢 你会认为说它的空间是 3乘以256乘以4 但是事实上呢 编译器呢 会帮你做空间的调整 所以 编辑器考虑到效能 考虑到追加化的操作 它可能会帮你做一些 位置的重新调整 但是如果说呢 你希望呢 究竟写什么内容 就会用什么内容去存取的话呢 你可以搭配 这个compiler提供的一些扩展的语法 像这个有个pack 它就表示跟你讲什么 这个是这个3 这边的三个character跟256个Integer 就会紧密的排在一起 好 那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有一个关键地方是什么 你就可以跟对照 有做alignment跟没做alignment 你会发现说 其实这两者呢 它在效率的行为上会不同的 好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是说呢 编译器呢 本身它会考虑到效率 好 尽可能为效率做 做这个调整 然后呢 事实上呢 像这个maylock 它会去做这种对齐 就是说 前面讲的是结构体的对齐 然后呢 事实上呢 这个maylock呢 其实它会对齐这个部分 好 那甚至呢 在64元的架构呢 它会对齐16个byte 这个听起来很奇怪 对不对 对齐16个byte 那你会好奇 这东西怎么来的 这个maylock的对齐呢 16个byte的对齐呢 是 ABI里面定义的 ABI 那我们之后有个讲座呢 就会讲这个 西语元执行时期的 的操作呢 就会就会探讨这个ABI 那不然有兴趣啊 你可以查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 好 然后 好 那你说知道这些事 知道这些事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说这个maylock得到的地址呢 是这个alignment 这是什么意义啊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个有趣的小例子啊 呃 又是linked list 对不要害羽 这学期你会看到很多linked list 好 然后呢 这个linked list呢 你过去呢 看演算法的时候 从来没有去想concurrent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大学很多课程没有证交 对不对 你看 你学资料结构 学演算法 然后呢 但是 你再学做一种会不会去探讨 呃 针对 多执行序的演算法 会不会 不会探讨 我们去课 课程缺乏很多证交 但是事实上呢 在linked list核心这样的话 其实证交性很重要 所以比方说呢 我们会再看到linked list 会针对单执行序的 也会有多执行序的 然后针对多核 针对scapility 针对很多不同的情境 就会发展各式的东西 好 总之呢 这边呢 就是跟你讲说呢 多执行序版本的linked list 要考虑的事情 好 那你看哦 目前呢 我们看到的东西是这样啊 这左边 最左边是head 然后呢 异序是10 30 然后t t就表示tail 所以事实上呢 head跟tail中间只有两个资料 一个是两笔资料 一个叫10 一个30 而且10的后面就是30 然后接着呢 我需要把insert插入 然后我这边是有序的 就是我们这边给的 那个linked list 是sorted 不是说sorted 导致 就是 导致 导致 导致的念 导致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其实不该念出来 但是 不念出来 那个有时候你会提不懂 干嘛 然后呢 就是说我们既然是一个有序的 有序的linked list的话呢 所以20呢 在插入的时候呢 必定要放在什么 必定要放在10的后面 30的前面 你说这简单啊 这个好无聊啊 难就难在哪里 难就难在 如果说呢 我你看到 准备插入20 然后要移掉 移掉10的话呢 那有可能这样 你看到 我要加入20 然后把10移掉 那有可能遇到一个悲剧是什么 就是呢 到底呢 谁先做 如果呢 你是 20摆在30之前 就是他摆在前面的 但是呢 这个head没有更新 因为 因为我把10删掉了 在删掉的时候 这个head没有摆过来 那就会吃错了 然后所以呢 注意到呢 如果是像 就是你看 像这个状况 对不对 就是我们预期的是 预期说 10跟20中间 有一个 10跟30之间 有一个20 但是呢 这个东西要更新 所以你看 只要呢 没办法保证 保证是 delete先发生 对不对 delete先发生的话呢 那就悲剧了 delete先发生的话呢 就导致呢 这个link list 是被破坏的 那反过来说 如果insert先发生 对不对 就insert我这个20呢 就摆在中间 再把10拿掉 其实没问题 因为head会更新到 就会指向到20 所以在多执行序的版本呢 其实这些是很麻烦 对吧 就是 而且呢 这件事还是简单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呢 其实怎么办呢 就是 我们需要有个东西呢 去标示 然后呢 标示的时候呢 又不能用额外的空间 为什么不能用额外的空间呢 这件事啊 我们现在需要去标示 说我是不是已经准备删除了 但是我不需要额外的空间 因为额外的空间也会什么 也会有竞争问题啊 对不对 你看到 我既然 我们竞争问题就出在什么 我就出在说 我不知道到底是先做 delete 还是先做insert 所以呢 只要先做delete 再做insert就会错 唯一只有 先做insert再做delete 这才会对 但是我们要保证这些事 因为 今天有两个资金序 那你说 那我就可以用mutex 那问题来了 如果呢 你这个情形 你就想用mutex 那请问 我是不是每次操作都要mutex 对耶 每次都操作都要mutex 那你想 我link list 每个操作都要mutex 那你的link list 会不会随着 处理器的增长 硬体的增长 然后效率变更高 不会啊 因为你每一道操作都要mutex dock 你发现问题的吧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所以我们这边不想依赖mutex lock 虽然有mutex lock可以用 那既然我们不想依赖mutex lock的话呢 但是我又想要做这个保护的话呢 其实我需要怎样 做最小程度的资料的 资料什么 资料的维护 所以呢 你可以做什么事呢 因为我需要标记 我标记在哪里最好呢 我直接标记在指标里面 不要怀疑我指标的值拿来做标记 你说指标不是有值吗 注意点啊 这个 就是呢 因为事实上呢 因为前面有讲到这个alignment的因素 因为会有这个alignment 所以呢 这个alignment的状况 因为mutex lock玩 他会align什么 会针对8个byte 或是16个byte 做alignment 就依据ABI的要求 但是呢 如果把最后一个bit 当做这个标示的话 其实不会影响 因为本来的值就是alignment 所以我们先把一个 指标里面 最低位那个bit 拿来做标示 那注意到这件事呢 其实在很多地方会用到 Ninus Kernel里面的红黑数 其实就用到了 然后我这边有一个 Ninus Kernel红黑数的一个简化版 其实不同的词作 就是我把它重写 先来看它的目的 就是说我这边来讲的话呢 这是我词作一个 就是RB32ENU 这是一个模拟器 然后这个模拟器呢 里面呢 我想要去试作一个C++的这个MAP 然后我想要用红黑数来试作这个MAP 然后 所以在这边来讲话呢 我就会维护这个红黑数 然后就可以去加入一个特定的key 然后取出特定的值 然后整件事用那个红黑数来做存取 就是相对有效率的一个机制 然后呢 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 有趣的地方就是 红跟黑怎么去标示呢 就红黑数必定要有地方去标红黑数 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红黑数呢 就要去标红跟黑 但是你发现红跟黑到底标示在哪里 你看结构体在这边 这个结构体在这边 但是奇怪 红黑数的红跟黑到底标示在哪里 对不对 你预期应该会有一个INT啦 会有一个布林代数啊 表示红跟黑 对不对 但这完全没有 为什么呢 这就神奇了 事实上我把Patternode跟那个颜色摆在一起 好 来看这个容易怎么 多有趣啊 MAP 最大Linux Kernel的试作复杂多了 我只是故意做一个简单的试作 所以就是说呢 如果要把Patternode拿出来的话呢 就跟它做AND 然后BY是AND 把那个最底下那个标示的东西拿掉 然后呢 然后这样的话我就跟你讲 知道什么 就把那个地址拿出来 然后呢 同理呢 如果要得到颜色的话呢 颜色也拿完啊 颜色 颜色怎么拿出来 红跟黑嘛 然后所以呢 我今天要去标示颜色的时候呢 是在怎么做呢 标示颜色 Patternode 可爱卡尔珍 对 对 这个标示颜色的话呢 你看哦 哎 我就干嘛 哎 我就 先把那个原本的那个 Pattern的地址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 再给指定 那因为这个卡尔它只会0跟1嘛 所以我就不用做额外的操作了 就是 就是只要做一个BYS的 over就可以 所以你看到 我前面做个BYS的AND 后面做个BYS的over 然后就可以做到什么 就可以做到这种 呃 但是说为什么要搭配这张作品是因为空间啊 同学啊 所以那知道老外也会做Cost Down啊 只是说台湾人做的Cost Down呢 是针对在人啊 老外真的Cost Down是机器啊 老外欺负机器是很暴力的啊 能够能超就尽量超好 所以你看哦 如果原本呢 我们把Pattern跟那个Current拆开来的话呢 那就会怎样 就会有问题就是 呃 你就需要一个Integer 或是需要一个布林代数 去去去去 去储存啊 那最关键地方是 正会影响的 它的Align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指标 这个是指标 然后这个你可以把它当作 跟指标同样宽度啊 因为本质上它也是指标啊 所以你看 今天有几个指标 一二三四五 今天有五个指标 在六四四位的架构呢 就是需要八乘以五 四十个byte 那反 那这个东西呢 就很完美的去Align 对不对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你今天再查一个布林代数 再查一个Integer 那你就可以 你就很难完美的Align 成什么 Align成一个 八 八位元 不是 八个byte的宽度的 的Alignment 然后注意到 这个就是效率考量 所以在 为什么我们花那么多时间 跟大家讲这种西元 什么回答 你会觉得很烦啊 对不对 这为什么 就是因为 Dinosaur到处都充斥这种东西 好 然后呢 就是再去看 所以呢 这边来讲话 就是我们去做一个 去做一个这样的探讨 那请你花点时间去看 我爸说底下那个 机体实作 机体配置器的实作 所以要这边讲的实作 是比较高阶的 那我们在另外一个讲座 讲Integer核心的机体管理 会讲更细的 所以这边讲的是一个 讲一些观念 然后比方说chunk 对不对 chunk 然后病啊 什么 比较小的空间 比较大的空间 怎么去处理 然后这边有个关键字 可以吵起来 叫Luckis Luckis 的配置器 这个我们之后 在第三周开始 我们会讲这个 concurrency 会来 会来花比较多心 力来讲这个部分 然后Bitfield呢 很容易忽略 很容易忽略 然后就是 但还很重要 在这七元 其实 在这个Links kernel里面 大量出现 然后 它的用法是这样 它的用法就是 用法呢 我们再看用的用法 用法 好 然后这里 就是说呢 我有个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 有个sine integer 然后它名称叫A 好 那至于冒号E 冒号E不是说 它原本的只是E 有很多同学乱想 都乱脑补 这个不是啊 这是说呢 你要求编译器 就是用一个bit 不是不是 一个bit 然后去干嘛 去一个bit 去表达A 那也就是说呢 A其实它只能 它虽然它是integer的形态 但它被限定 只能有0跟1 不难理解吧 就是我 我要求限制它的形态 然后呢 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你平常好像觉得 没什么屁用 你说这东西干嘛 但是呢 因为呢 事实上我有很多device driver 其实都有规范这样子 好 我随便找一个 bitfield linus driver 其实这样东西呢 在driver呢 是用的很多的啊 例如呢 例如呢 在那个 内部device 就大量的东西啊 在那个linus的device driver里面呢 其实它存在大量 大量这种东西啊 就是说呢 你其实需要呢 针对特定的栏位 去做存取啊 因为它每个bit 都可能改变硬体的行为 所以在linus kernel里面呢 有大量这种东西啊 这个东西超 超级难懂的啊 所以我 我没打算给你 先来看啊 但是我们 测验体有的时候会出啊 对吧 所以就说 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 你要去控制其中一个bit 你可以用那个bit field 然后这个东西在那个 在linus kernel里面的程式码 其实大量会出现 就是让你去控制特定bit 来在做什么事啊 然后那注意到 所以它本来会有一个 原本的一个形态 但最重要的是 受限于它真正 用多大空气去储存 那一样你去对照 那个西元的规格书 然后那这件事难的在哪里呢 这件难的地方是呢 它用一个bit去储存 但是因为我们是二补出系统 所以一补出 如果依据二补出系统呢 一个bit的范围值是什么 负一跟零 所以注意到 就是这个东西呢 它虽然它只能存零跟一 对吧 但是因为有号整数的话呢 1bit的范围是什么 就是负一跟零 所以这件事神奇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诚实呢 这个诚实酷吧 残酷的酷对不对 有这种想酷的感觉对吧 你看 不信直信这个你看 对吧 这个东西这样 对吧 注意到它是3bit 3interger 7.os 好 你看 它就跟你说not1 所以它最后结果不是1 好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 二补数啊 同学 好 所以看为什么要了解这个规格啦 对不对 好 虽然我们知道它只能存零跟一 不代表说它的解读就是零跟一 为什么 因为解读的时候是用二补数系统 对吧 对吧 好 你看 你这么短的程式码都会搞错了 那么短的程式码都会搞错了 你怎么去挑战定时科农啦 好 所以呢 很多同学觉得说我们的课程安排觉得很烦 说啊老师 前几堂课 前几周都在讲西游 可不可以直接跳过 如果呢 你能力真的好的可以跳过那些西游的东西 那真的不用来这堂课啦 对吧 表示你赶快 赶快 赶快 你的程度是很好的 但问题是 这种同学通常不会在我们学校发生 好 好 不要说我们学校啦 大部分的学校也不会发生 因为毕竟这些东西是很深入的 它不是难 而是说过去我们不重视这件事 那你说这东西有什么屁用啊 就是 就是还有没有别的用途啊 哇 这东西呢 可以来做一些很神奇的事情啊 比方说呢 在另一课课中里面有个东西啊 Build Bug on Zero 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会 它会在编译的时候呢 如果发现有bug 或者编译时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呢 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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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编译 所以这件事呢 其实它的用途呢 跟那个 Static Assert 是很像的啊 Static Assert 对 是这样啊 它其实的功能 这件事就是Static Assert 但是因为Linus Kernel呢 最低语言要求呢 是C99 所以这样 Static Assert这个东西 是C11才有的 所以呢 Linus Kernel既然它的 要求是C99 所以我就不能用C1 这很简单的道理吧 对啊 所以呢 它就让Bitfield去使作出 刚才的效果 所以这东西怎么做呢 等下 我可爱的东西在哪 所以这边就是透过一个神奇Maker 这个Maker神奇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说 0跟1 对不对 就是两支Nut 也有0跟1 然后再乘个负1 然后乘一负1的话 就是0就负1 你们发现0跟负1有什么感觉啊 0跟负1 是不是上面讲的东西 对 所以刚才讲的东西 不是脑筋极软弯的嘛 这个东西在Linus Kernel就存在 好 那这件神奇的地方在哪里呢 只要呢 这个表示是不合法的时候 就是它不是True的时候 那这个东西呢 编译就会怎么 编译就会失败 所以刚才那个Build Bug on Zero的重点是哪里 重点是说呢 它让这个 极早知道说什么 就是只要我的 我的表示是 不为真的时候 不为True的时候呢 我就 编译就要停下来 不要再继续编译下去了 你说为什么不在执行的时候印出来 如果你每一个操作都要执行的时候印出来 那请问Linus Kernel要干嘛 就是要Know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而且很多问题是会 会坎坷的 也就是说 你不知道哪个东西会前面印出来 什么后印出来 可能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印出来 所以能够在编译时期 能够早点知道就早点做 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就是BeatBear来做的事情 讲目前你可能还是没有了解的话呢 没关系 你还可以搭配看我们的题目 我们的题目呢 就是有做一些精心的规划 不能说每一个题目都很妥善规划 因为毕竟你懂吗 就是因为我们允许同学在作答收复 我搜寻 所以有时候会每一年题目都在做一些变更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像我们的题目大概这种风格 比方说对两个无号书乘处做取平均值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它有offload的风险 因为A加B可能会offload 然后呢我可以这样做对不对 就是把一只high就是大 low就是小 就是大的尖小的 然后再除以2 然后呢我可以改成这样的操作 诶这什么鬼东西啊 就是我可以用那个B-wise操作 然后底下呢有一些什么 一些数据规范 那所以请你写出来 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练习 然后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那不是脑筋机转弯啊 这个东西我们所有 不是所有 我们大部分的题目呢 其实在Linux科目都可以找到 而且每一周我们都保证所有的题目 就是每周的题目一定跟Linux科目有关 而且从这个学期开始 我保证一定有办法对Linux科目做贡献 只要你把这些题目好好的专业 做贡献 反正我就希望呢 今年不要只有七个同学 七个同学是一个基本词 但是我们应该有办法做更多的贡献 这不是高调的吗 你不这样做呢 你的学历会被人家当做nothing 对吧 为什么一堆公司需要看地扣 因为你的学历不值钱啊 对吧 你的学历什么时候值钱 你的学历就值 像台大一课 哇听到台大一课 哇是神啊 这个人来做台北市长 一定会做到好棒的市长 对吧 就是学历好用就这样 但是扣掉台大一课以外 绝大多数的学历都很难用 对吧 持上天心 呃 持上天心毕业可以做核电厂吗 持上天心毕业可以 写出一个搜寻期吗 持上天心毕业可以 对吧 就没办法讲出来嘛 那持上天心毕业 呃 你可以做什么 对吧 就讲不出来干嘛 对吧 只能讲说 你有缴学费 只能说明你在课堂上 不会随便呛教授 对吧 讲不出你 你大概会别的东西很难啊 对吧 因为这个就是问题 所以你尤其学历不值钱的时候呢 你要认真实 就是你要需要一个什么 Distinguished 然后就是一个真的可以 拉开跟别人查去 所以你在大学阶上 尤其大学不学人 你要想 大学阶上一定要做贡献 这不是什么两不前的事情 而是我如果 有手有脚做不出贡献 我真的是 这是悲剧啊 对吧 你眼睛看不到 张默哲的同学 都可以写成诗了 对吧 而且他写成诗 用的人还比你多啊 对吧 你眼睛醒不到 耳朵听不到 都可以写成诗了 你好手好久 你好眼睛 你要干嘛 所以 这个 贡献成诗码到 Distinguished 不是高调 这是 本该如此的事情 那反正 总之我们希望 这学习呢 尽量做 好 那总之我们就是 这里面有些练习题 有很多都跟Distinguished 有关的 但是请你呢 花点时间去看它 那注意到 从本周开始呢 就可以卡掉 大量的BYS 那你会到 到时候第二周 会看到BYS运算 这个东西呢 很麻烦 那说真的 我自己学的时候 也是学得很痛苦 所以我才会在 这么强要求 那请你搭配看 这些参考题目 那底下有参考体解 然后甚至呢 这个参考题目 里面还有 像这个里面 还有解说录影 那就可以搭配看 好 那我们就 探讨到这边 好 那就是 以上是第二周内容 谢谢大家